一京正式上京第九册古陵观世科 古卦训下更上 宣圣讲义 古语随位往来卦 随反击古 而卦之相则大义 随以对正和 位上柔下刚 古语更逊和 位上阳下阴 随以阳居下而上身 古语因在内而外达 此其不同也 然两卦皆三阴三阳 与太后相似 阳居中上 阴在中下 身降交错 二窑一户 则与随相类 故随古何谓一卦 分择四卦 总而言之 不出甘坤交错之相 随以刚得同于钱 故已柔道同于坤 此故之诱 夺本于坤 以上下两卦言之 下卦逊为长语 上卦更为少男 少男而交长语 亦如随有父子之相 随以阳长 有老父少女 故已阴长 有老母少子 若已得用言 人家人父子之亲也 盖阴阳相生 刚柔相辰 内外相应 上下相辰 则其道相弃 用相邪 而行有益 得恰也 以谣言之 亦应居下 未逊之主位 逊与长语称者 即由甘出交坤 而得坤之圣德 出六一遥 即坤之初遥也 以九二九三未逊本体 元树甘卦者也 甘树虽胜 而气已消 恰如 下与随下之正相反 正未阳长 迅未阳枭 枭之幼枭 乃至于坤 随又二阳 不敌其音音之用 则枭长之世书也 故故下挂 人以音为主 本迅之得用也 至其上卦六四六五 二阳居中 即更之体 而上九亦阳 未更主位 以更之称少男 细坤交甘而得甘之志弃也 虽二阳 虽二阳在下 不敌其上之以阳者 则由阴老而阳壮也 更以阳为主 故故故 故故之上卦亦属阳 阳外而阳内 阳虚而阳实 此故之与随 恰相反也 古卦亦属 谷卦相反也 而上下 亦属更逊二卦相合所成 则其卦得 亦属与四卦多所福恰 以卦相三阴三阳 阳长而阳大 则阳与阴当相弃 为其义气 则阳与阳痕诗中 故故为过 以二者相比 如老妇幼男 亦随之为坚也 而古之反卦为封山剑 剑亦过也 故义阳在下 其过在阳不得其位 则由于诗中也皆同 然与中谣论之 故为九三六四 与记记同 而见为六三九四 则与之反 是与太后损意之相反一例 但就往来挂言 故之与随 亦刚亦柔 亦震亦变 而随未顺时致用 故则应是致疑 随未立本于忠 而所向有功 故则施济于前 而所过在后 故故随以人士奉天时 故则以天道正人士 随未因变而不施其正 故则施道而有救于心 随未体天顺人 以应夫改革之机 故则灵世皆悟 以查于纠纷之态 致随以 事随未内 随顺而不施其也 忍顺之未虎 故因随而来 无随之变 则无骨之事 无随之顺 则无骨之密 倔子由随以之骨 以骨而思随 在随以时中未用 则无以无拘 在古以旧并未先 则有有有守 此二挂之道各书也 以天道欲知 随未似时不推 日月有长 昼夜寒暑 以便未正 古则风雨失调 汉辽不洁 天时人世 以道的父 故传世随约无故 世古约世 世者正也 正其不正之未也 谨言约束已归于正 则古不畏害 盖古因世之纷繁 物之颤疾 而当知者 虚情已久 纵欲不晖 苟无谨世之行 安德波返之望 此处古教随未艰难也 借之于己 借之于人 借之于内 借之于外 司机赤之未也 若不本此意 而有钱之随 则古之所致 必如虫之食物 毒之杀人 不可赴救药物 故古虫虫虫米 有趣于毒骨度柱之下 而虫柱骨毒之身 必由于人之不谨 物之施简也 故传以一世自明古之用 其易生矣 古卦之对威媚 以阴在下 乃于随反 亦因圣之相 古因相 虫 因类 以类相从也 故以母女未遇 归妹以兄妹未遇 不外于家人女子 则亦也 皆以女道方圣 阳刚难正之 若无以究其病 而应其变 则必有物腐重生之害 凡人是之为骨者 以妇女畏罪 而其要必由妇女施食 交合不正 婚姻千期 行之月里所致也 故意已归妹 是男女必有所归 以故 世交皆必魁于正 而有孔仁之未达 更以赤自身其警戒之意 此观顾人心 世道者大 则为国为家者 必先留意焉 意知取向 先从人世 而人世之重者 莫过于男女之交接 古之交错 以乖乎正 则欲救其病 唯有自戒赤史 此赤字之意义 实为古卦史中之大用 读者其物呼诸 故之谕之谜 故之谜子 本于虫 虫之谜物 以辅施化生者多 而其生也 既存于他物者众 盖顺天道好生之德 而为二气变化之盟 如春风移动 万虫如如然自愈 不见所自出 物体一浮 诸虫重兮重兮烟自生 不见所自来 虽有母虫之产 卵虫之化 其始之生愈者 不外苟失热针 则皆二弃所为 天道所遍也 故风自从重 明其为虫至所由出也 东风由能生虫 而西风则反杀虫 辟之黄豪之类 每因东风而反之 欲西风而消灭 可见其身愈虽易 而其死亡也亦为难 成以天地之间 二气流行 五行地善 五蕴互用 六气交流 有余者 有余者 滋繁无疑 不足者 变化无机 而莫不归于身杀二门 一年之间 春生秋杀 一物之命 强身摔杀 各亦其所合于二气五心 所化于五蕴六气也 人亦有重也 身壮老死 各有其实 退化流传 各有其命 则凡有身者 何非重也 重尽以所移身 则人之身也 亦有所移 亦由东风之便于诸志 春日之便于万重也 故在一卦 上更下迅为故 更为山为土 虫之所祭也 虫为风为木 虫之所生也 生者欲知 存者全知 此虫之所以日凡 而虫之所以的名也 故之为故 既自重出 而不曰虫者 以虫乃古之源 古则虫之用 满方有以毒虫至要害人者 明曰古 亦有古卦之意 推其亦则为古获 为古害 以其有毒 足以至害也 虫之为类 有毒无毒不一 有害无害亦不同 而谷则多有毒 而亦成害 此名谷而不明虫 明其为用 或受其毒害也 毒害者 不必明显其杀人毁物也 翻阴残科学 足以疑惑于事物者 皆毒害也 燃毒害亦有反胃功用者 毒药致病 毒物去毒 假其汉利之性 以去其他科读者 亦道之当然 异道之当然 异道之所利也 有言行俊法 足以止乱 强力强谋 足以欲敌 则智者取之 此故之为用 不必皆毒害 用之而善 且得其功也 故挂之名故 世人所以致用也 夫骨寄随而为反覆挂 随之网则骨 故之反则随 随以顺应 故以逆程 传约其随人者必有事 故受之以故 此周亦次序之用意也 随人者 言以人意味从为 则其所为 必被人之欢 而其所欲 必多事 事者无公司 凡有措杂交接 往来得失 皆是也 随人者必因事而见焉 必因随而事更及焉 必以二者之交致 而随以日甚 事以日凡 故其结果 必辨于骨 骨物也 义事也 由人言之 责位之物 由物言之 责位之事 事物故不别也 盖骨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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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因事而见 如以树获人 必有所因 无因已 以寄云 以寄寄 以寄寐人 必有所成 无因无成 不得已祸被知也 因成者 是也 利害也 利害者 骨之所欲 忠实者也 以虫之身也 利害兼箭 春风之生育 阴阳之变化 皆利害并存 此骨之为用 利害二字净之语 而骨挂之大用 则未便其利害 而始收事之功用而 故传约骨则是也 以赤足防害而尽力 理事而立功也 且骨之身也 往往因事之贤 而得入焉 由物府而重化身 必相随日久 相处日得 而交错日多 应接日情 则有如妇女之类人 事意之获主 敬论之赠 肤寿之素 而后一师起骨烟 有如春风出动 久折思起 失恶相争 有身一蒙 其机即熟 其发至素也 顾骨之为道 顾骨之为道 乃因时尘事 而横发于肘 或顶系倒霞 而尽起于乎 其来也 借乎利害之间 其至也 应乎顺利之事 为益者有之 为顺者有之 则是夫用者之能 赤否而 赤以用骨 则骨有功 由见于前车之者 而豁免后车之父也 故意是用骨 重在就以往之师 昔将来之德 知天道之谜 明人士之情 查实事之间 立干涕之志 此全挂大志 特在先明天道 而后及人士也 宗主复主 顾着 祸也 事也 事由杂踏 事情繁复 罪易迷惑 故有事则多或 无事则少或 其所以或者 莫外利害二字 人情好利恶害 见利真净 见害真必 此凡人知智所及也 而不知利害乃往复之事 利在前 而害随后 利在此 而害心与彼 一事两句 一物两倍 欲求无害 必先无利 欲求无利 必先无事 然事不可无也 苟有事而不害 则唯有不惑已除之 不惑者 以礼御事 以道载御 则利害的其中 而皆魔所偏 则不惠事所获 此即一教事 古挂之为一也 不约祸而约古 以祸生于心 古出于物 不约事而约古 以事凭理断 古犹豫起 不逊于物 则是有利而能成 不乖于理 则心不惑而得用 此以古名卦之大职业 人生不得离事物 而事物不得离利害 贤者叛之 愚者魅焉 居子正之 小人失焉 此故之不可以挤也 故以外来之祸 而受之于身心 此常人所不免者 圣人名其故 以挂事相 以辞事义 将是悟悉之以明 使人民有所依从 则亦教之功大义 然是人独义 而不解古之义 日未事物迷惑居类 以终其身者 不明格智之道也 故古古卦义大学格智所自出 隔以去其非 至以吉于善 此吉全卦之大用 亦吉大学首节之义也 读者当于向词中细求之 又曰 故卦命名 及有深意 再卦言 三阴三阳 本阴阳和平 刚柔交印之相 而灵骨 则又纷乱迷惑 颤杂诡诈之情 盖骨已记随 随者亦失于迷惘诡绝 此事理之常 人情所不亦免者 传约随人者必有事 故受之遗骨 鸣骨之初 由于随之变 随机则失其证 施正则成骨获之相 上骨骨齐下 下骨齐上 各为正道骨求和 则骨之害见骨 故骨挂出于天道 而骨骇成于人士 圣人愈人知其害 而旧其病 乃说骨已为教 骨道虽不及随之权 而用之得道 人足已至缘亨 则在上下见于骨获之有害 而思所以挽回力道之方 此命名之为义也 故瑶慈约干故 干者 挽回力道 以返于正之为也 及力争之争 甘卦所称真物足已干事 及此意也 故天道约缘亨 而人道约力争 非真物足已至力 非力真物足已至缘亨 此全挂大用 读者仪器审知 故 缘亨 力射大川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宣圣讲义 此故挂润词 严全挂之带用也 古随未往来挂 随被拒似得 而古则唯有缘亨之战 其关于力者 知涉穿一世 事与随意也 盖随意阳居下 得震动之势 得震动之势 一阴居上 得流泽之功 被乾坤之大用 服似得之流行 而五之六摇洽与相反 蓄意意阴居下 而上有二阳 更亦意阳居末 而中耿二阴 阴虽在下 而阳间之 阳反居中 阴乃祖之 刚柔诗条 上下交备 阳得主身 蓄之二阳身 而备阻 阴得主降 更之二阴降 而备阁 以成交备之相 燃其要尚再 出上之阴阴阳 出谣本一身 而畏阴 上谣本应指 而畏阳 阴阳皆反其道 下语随意 此随之巨四德 古则不能及也 其得有缘亨之战者 时以古之中摇 阴阳相扶 有同济济与太之相 则九三六四之位也 此意以剑千挂讲词 中摇位上下相接之书 统树六遥 指挥三级 为全挂竹干 其遥得祭福于太际 其智用有何于昆钱 碎得占元亨 而度应于天道 天道莫名于天时 天时 天时莫者于春夏 缘亨贤于生长之德 即春夏之天时也 春生夏长 万物同凡 此即天下缘亨之相也 盖天道秋收冬藏 万物贤折服 以赔玉其根苗 待春而后生发 至夏而皆长成 此故之功用 亦由天时之余万物也 春夏之生长 天地之繁荣 而要其缘 则归于时 春卫似时之首 言春己足该下 言生己已包长 以不生物无所长也 是古称缘亨 时得甘缘之气 发为大生之功 成为大使之佑 甘主大生大使 乃甘缘之用也 故故之用 春福于前缘 而见于生时 以时世之 皆归于春 春气在东 而得在目 何之甘之 则假于也 此有五下 一华之讯 得甘之气 分昆之道 而已写于前夜 乾昆和儿讯始生 而更幼稽之 更本少男 以赴于讯之长女 其用出不着 此断此明时已假 此断此明时已假 而不及其他也 力设大穿者 已出行一夜 先假三日 后假三日 即明时之意 假何于春 而未时之时 先假后假 言不出甲之先后也 一知明时用者 以此为例 三日者 以数及也 数费于三 及三及 天地人也 先后何之为六 及全化六摇之数也 燃眼甲不及 且不及成者 以天道众使 亦述重两眼 称甲及该之语 古为天时所起 天地上不为其实 旷人悟呼 且骨者是也 是有及凶 行有先后 何之则成 被之则败 此古人重不适之意 不读古也 权益各挂 皆足之用 皆有名不宜 而特于古名者其立者 以古之用正在此也 如当有事分凡之时 或所事不觉之计 则唯有古之于时 觉之于数 以驱其或 此挂之明骨 以其有或也 或而不觉 则骨贵害 或而觉之 则骨贵公 故骨以天道正人事 以时日定吉凶 而断此则贵 而断此则举肝之之明 以事之也 先后以甲三日未宪 过此皆非所宜 辟之万物成时生成 过者则失时 辟之万事因时成功 过者则无成 此圣人贵之时 而随挂己已随时未交也 故随同一挂 而有正反之别 虽时我所致 故则有所限 此虽之间似得 故则止于怨恨也 然人生不得无事 则是之吉凶 时之以否 必有所觉 此以时未言 即明立之所在 立之所在 即是之所成 物之所生 即用武者之所重也 故立社大川 延其远行之之所 而非其时不可 而非其时不可 不独射穿也 凡事皆以此时未云 不独一夜 凡事皆以此数为断 盖本于古之之所 盖本于古之树 所何也 以时之之所在 以时之之所在 而古亦服于肝之大事 即凡事之时也 又是者 方又中 始之为善 将何以中 言甲及举其事 以盖其中 未必及止于甲日也 而以时之所 所服为准耳 故有先后三日之旗 先后虽非甲 由暗甲之旗 旗数可推移 若过此则不得用 以旗敬以 旗以旗日未周 未来父之数 以旗日天数已改 不复旭也 以后之言三日者 亦次力 及他挂所夷之时 有推移者 亦亦次力 以先后三日为准 古人重远行 凡有事跋涉 必选其实 而事或未及 人或未至 则以其先后三日未现 此即体用天时之大则也 而古则由有观乎始终之一焉 谱约 谱 刚上而容下 遜而止 谱 谱原亨 而天下至也 力设大川 往有事也 先甲甲三日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后甲三日 中则有事 天行也 宣圣讲义 此生事团子 名古挂大义也 古上更为阳挂 下训为阴挂 故约刚上楼下 训而止 以更得为止 训得未顺也 因更之何训 上刚下楼 阳居阴中 阴包阳外 阴柔在下 而阳刚不亢 阳在挂末 而阴得不宁 乃成谷 古者三阴三阳 上下交错 天道光明 地道顺臣 故有缘亨之战 以乐甘道也 甘之大使 箭以周天 甘得大身 刚以欲物 此故以缘亨 有天下平智之相 光明之道 以提切殷柔 同机于缘亨 有病于孝子忠臣 克正其父君 而成忠心之业 或后来之主 显得之父 显得之父 能见于以往之师 重振桑乱 匡父邦家 择天下赖之父志 此故之谷 此故之所向也 此故行之事 乱而转至 为而转安者 多有吉于四主之贤 此臣之助 以重续天命 光复河山者 泪皆如谷之战 而见缘亨之志也 故在挂名古 谷畏有势之秋 祸乱之计 而传约则是 赤卫匡正之位 光复之称 盖得其人 择骨位元亨 以同于天道 非其人 择骨位祸乱 以流于毒害也 担就天道言 以上挂之更得是 故其战如此 读者一何而观之 物据会骨位天下以至 可安者无忧也 立设大川 非寻常出行可知 故曰网有誓也 国之大事 再似羽融 古无中轮之变 天时不顺 则组之 地势不利 则组之 人势不悖 则组之 事与必先济之 占其天时 调其地理 其其人势 而后动烟 担此严厉舍者 以皆被也 而要在天时之顺 无暴风骤雨 无阴怀命物 无寒冰烈日 及其他气候之变动 而后安行妥度 事必先补之于神 事之以日 神起其时 日邪于树 则大川可设 而大事可成 故凡严厉舍者 皆以日时之所宜 而立立人事之以被 夫骨丁桑乱之于 天下呆整理之吉 当位者 必有凡聚之事 远行之徒 观乌术 戏乎命 而皆归于人天之恰 天与人以时日 人兮天以服有 此凡事之必补事 以绝其吉凶 吉者天所命也 凶者天所敬也 故意意志而急功 则所事以正其趋向 其其谋摩 为天事归 为补事师 成以感知 数以何之 则天人一致 事以不济 顾顶 顾断此数 顾断此数 其要约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言补得之时 恰伏于天之树 在此日也 以甲为春 为天干之手 何之于纳甲 为干之树 顾本由旭 以交更 更则尽于钱 而得甘之用 亦有缘亨之债 则其时之所移 数之所合 当亦从甘甲之树 虽止一日 或一月 亦时 而其弃之时中 则有期 为日则先三日 后三日 为时亦同 经以日记 则在甲之前三日时 至甲之后三日中 亦 古之时不出此七日也 凡天树皆然 故不读甲如释 盖天行七日一周 中而复始 中则另行一度 如释循环 以静周天 在艺术之内 自始弃中 共有七日 即所谓七日来复事也 过七日 则树已尽 弃亦感 非复如前之日 是天干 虽一日异数 而其弃之中时 则一数得七日 七则穷 穷则便宇 故挂尧尽余六 而天道负于七 天道及天之周行 亦曰天行 天之所行 中则复始 先后三日 其器即便 返古日者 先知其力 或先或后 不过三日 实干坚然 资具甲已是其力而 中则二具 更深明为天行定律 有不得推移者也 说者为古先甲云域 与须先根云域 乃亦甲根之先后 第三日则未言 如先甲三日未心 后甲三日未丁 以为古之日数 何于心丁二日 此物也 若如其说 胡不禁止心丁 而必举甲严栽 须先后三约皆属甲 天行有七日耳 自甲以下亦如之 盖自新日即交甲之气 至丁乃静 而人日交五之气 鬼日交禀之气 皆如此类推 数虽止于一 而气终于七 以天行常有余 而门继续 永久不断 一岁四时 一日十二时 其气之前后 闲阶皆皆然 故有生死望向之分 为其前后之气 消息甚衰 游见一遍也 故约中则有始 乃焰甲树之中 赴贵他树之始也 此故挂之树 何于天使者 在甲之七日 乃谷之谷者既得其力 碎书之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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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后人之取用耳 凡言及凶之力皆如此 宗主附著 古畏事物凡胜发阳之相 阳气自内向外发疏 有如春日 百花齐放 万类俱欲之时 又比于人世纷繁 物产饶富之日 既有多物 必有多事 既有余才 必有事欲 此不免者 顾骨挂济随 而贤亨通之战 而天树因之 有太过之相 人世因之 有繁忙之情 若处之失疑 持之未当 必有名于当前 或于己心 故约谷 以取欲重置 为毒害也 然骨乃天道 虽净余过 而银须长相继 若人适应之 自成远亨之志 为人情居忧患意 居安乐难 为物欲足以怡情 才获足以丧志 是不克始终如一 持云保态 如天道之循环 故以者 莫非是欲二自害之也 故传以以誓 自戒其放字 能誓则长亨以 戏独挂思 当自知之 又一经各卦 言干之十日者 古有先甲后甲 须有先根后根 皆已先三日后三日未现 此词系本连山归藏 旧亦多出于归藏 盖商代所用之谷子也 商人信术 而补试之术最精密 凡事之时 必先补之以术 术以时未重 盖时可先后也 如今日不及 则待明日 今月不及 则改下月 揭取日月甘之为主 以何所向之方 所行之事 所欲之物 而觉其所倚 劝化之用 大都如是 而以古训味罪名者 以古谓是 谓有过 训味风 谓多变 是之有过者 不补则不知所从 数之多变者 不补则不明所是 此卦此有甲根之术 明其重在 日月之甘之也 甘为天术 之为地术 何之为天时 卦以明相 相以计数 此以事实 实以定所知 顾连言实者 必有所行 必有所定 而古若训 以亦或予多变 由不得不先明实之所疑 数之所弃 以仁服天地 而建立事功 此古人众神道 信术术之所由来 一集一卦待用之一 学者当先知之 相约 山下有风 古 君子以正名欲得 宣圣讲义 此事全卦相子 名古卦之用 与人道之要也 古以上更下训 何而成卦 更为山 训为风 此二卦之本相 何则为山下有风 风居山下 为阳上于阴 更乃阳 训乃阴 应已成阳未顺 而山有直 风无直 有家于无味密 宜顺于密 乃见天道之变 乃见天道之变 风行于地上 随气之流而成相 是变动不拥 是变动不拥 是变动不拥者也 山止于地面 为土之机而成行 是一成不败者也 序之变动不拥 而其用静呼天 更之属阳 而其位依呼地 静天者清上 今返在下 依地者清下 今返居上 上下相差 上下相差 阴阳以倍 是在天未顺 在地未密 阴柔得势 而霍乱不明 以尘骨 然以阴长而易衰 阳少而易壮 衰者不予壮针 前者不予后针 则虽昏明于先 而得旧正于后 骨祸于下 而得还原于中 此骨之所以刻占缘亨也 由向眼之 风善念 不时下流 山善止 不亦随和 则山下之风 乃亦时之变相 有如日月之时 钟还于光明 亦比于前有过失 而其后父自心其得也 故君子已知证明欲得 证明者 即康告作心灵之意 欲得者 即谣点刻明俱得之意 亦及大学纲领之意也 有明明德 以清其清 心其名 而共止于至善也 再挂始训 再挂始训 端赖明德 即于天下 心灵即于全民 而后止于更 更止也 止于更以不移 全乎始终 即止至善也 再更知意 为万物忠实 而自善静定 以明信正命 连山乃去与守全义 连山众修道 以人性为主 明心见信 莫善于止境 即佛教旨观之意 更以山位相 足见其之之之而有定 山出地面 微然不宜 有如人性光明洁净 以福天地忠实 此即道之所寂 本之所存 故言修者以山位欲 而古得之 以和煦之风 则行者之所致 动者之所静 则过失者 得救证于道 蒙蔽者 得还屡于光明 此故之大用 而君子因之正名欲得 以共反于信道之欲 永福怨恨之志也 永福怨恨之志也 福正名者 必因名之不正 欲得者 必以德之未欲 此志事之所及也 遥当水疗之事 成衰背之余 乃自明俱德 以清九族 负平张百姓 邪和万邦 而后黎明于便 实事拥心 非用谷之教功 遥顺人也 而不得顺语 即弃高桃之嫌 以辅之 则天下游位一致 事有待于上下之相得 明良之相成 而后教化已行 正记已见 此故之缘亨 必有虚于人世也 而逊更之和 山峰之相继 刚柔之相从 上下之相意 是其相也 故正名欲得 必以其时 故之反位随 随时以至其功 故之用有忠 始终以利其德 如天行之往复 时运之循环 去而复制 终则有始 由衰乱之后 既以忠心 既以忠心 疲惫之秋 加以整世 而后福天道之地善 如春冬之代谢也 以天道言 未顺便 未顺便周行 未顺便周行 不失其境 以仁世 以仁世 为见前臂后 以赴其初 天人之间 有先 有先有后 有先有后 团言原恨而天下智 乃天道也 便以赴偿 向言君子以正名 御德 乃人道也 正以应辩 人道先力争 则自立得始 德智而后到明也 所谓御德者 明其德已达于天下 天下皆律其德 而后明同心也 此遥顺之事 天下悉壤 刚知地利 为其选得 心明于无形也 失所谓与怀明德 不大声以色 画之至语 以古之上下相得 其画一也 故有不善者言 情欲相过 真逐于不觉不知 则为古惑被乱之相 由其善者言 信道相服 画欲于无声无秀 则为文教拥和之相 皆是所为如何而 圣人孔人之乎也 乃明皆证明欲得四字 以见教化之不可还 而得夜之闭日心也 盖骨成随之后 其事已顺 苟放一只 将留下而忘返 不知所见 必谨赤之 正黄蓝之将限 以顶于道 此传所谓古则赤也 赤字之所包 不外正明欲得四字 正作之 含欲之 即明德只善始末功夫 而遥此所谓干骨之干字 亦即此赤字 与正欲二字之奔事也 雇佣补者 有取于肝之前提 与正性命保太和 以利争之讯 以非利争 不得服缘亨之战 而人世不齐 不足成天道之命也 相思虽指一语 其含义时包摇点 康告各章 而大学所述 又戏本此眼 未调入者也 誓之誓此者 多未深达其意 而图之缘亨之战 遂妄正欲之战 殊佛之谷之辞意 善恶兼改 至乱未定 文王当忧求之计 处忧禅之时 有所济而不改之言 故其此万位而亦含蓄 然系思谷之名卦 吉相之正名欲得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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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可见缘亨之志 监负所害 若非更之善之 刚之有忠 则其旧正无方 必将从下不返 此君子之所借据 实至国者之所当行查也 而鼓之为自 以敏注重 亦正在防其毒害 而终得其功用而 弘教附注 古挂向词与团词 意义可对参 不读古经 吉久事已乱 亦当本词义 而所讲证明欲得四字 本质凭根本 在位重镇 在业重教 全部大学 即尽在此四语之中 读者省之 初六 干父之谷 又自考五九 历终极 宣圣讲义 四谷初六谣词 明初谣之诱 及其吉凶业 初六未训之下谣 及坤之初六 以应在下 柔而训顺 向孝子贤儿 足以当家臣业 如蒙之子 如蒙之子客家 以其上臣二阳 而得其十也 许以初谣为用 以初为一 甘初从昏化 故为许之主谣 如正以初九为主谣 而得主谣 卦之用也 随之初九 欲故之初六 其位时正相对 一阳一阴 所至不同 所自一阳 阳身阴降 正位动而向上 逊位顺而就下 二者得用相反 其何谓随谷义相反 随以身而超越于众 故随忍者 仁义随之 谷义顺而有成于人 故谓未斥己以正人也 初六处在下之谓 当逊用之时 禀坤之德 顺成功前 则其为大 正 顺而以 正者不失所受 以得十也 顺者刻成所受 以顺之也 顺之而得实 则能见于前 而适于后 正于人 而谨于己 顾此欲为干父之谷 干之为义 与真物干世之干自同 有所作为 而至其功用也 父之谷者 非己之事 故本纠纷不明之计 凡颤待理之时 则必赖有位之正做整理者 父有其子 则刻当辞任 故约有子 言有子时刻干父之谷 若不能干父之谷 则虽有子 有无子也 既有令子 则刻刻无咎 申约赴 莫约考 所谓善即其智 善述其事之为达笑者 及此例子 而如顺之圣 而如顺之圣 宣王之贤 由族已称是谣之战 是其无咎 实有有子 不特保其家国 言其宗嗣 且能推其效以为天下之福 后其得 以为万民之责 则不止无咎 则不止无咎 必有终极 力终极者 以其干故 能更奋勉 不违盖其前迁 且将造诸后福 则天下怀其德 万民家其效 推崇改代 不止于其身 而后称终极之战 成干故之业 皆由于初六之能正顺 以智之业 力与干卦系辟若力无就力 自同意 可物参之 相约 干负之谷 益成考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词之意也 而要再不称负称考 盖故里 负在子不得自专 负虽有过 唯须言几见 三见而不听 则豪气随之 若由不听 则畏子者 亦无以为父之命 则必委曲求全 以既挽救于万一 若其寂寞 则自可见其前失 而正其将来 此谣词称考 明其父之以末也 如未末 不得以子得其领律 而朝父之恶名也 故称有子者 言有令子能成其身后而 再挂腰 初六君二阳之下 阳不与阴谋 是父以与子觉之相 觉者以末也 而后初六使得诸佑 以干父之谷 若阴阳相调 父子相得 故不带子之干谷 此乃教孝为义 人或为之留义 特畏皆知 读者或以思言以为名 为父子之亲 何至必呆其死 而后始干其谷 父如有过 生前亦难做事其亲父 若必死而后 自无复父子之可干 自无复古之可干 今已干谷谷谓延 此乃非常见之事 此未表出之 而以一考字 明干谷之属父末后也 如许常父子 苟甚及见好气之情 必有挽回改善之望 时已不畏无疑 精明顾着 时由极生不克挽救 不得已而后徒之余以末 顾约考如旧 言赴本有旧 而得干谷之子乃免儿 既以子之先 克成其父 则虽有其谷 亦不受其救 此大雨至水之机 足能免稳之罪也 故事约亦成考也 言如雨之励志 既成其父 而尽至水之业也 然即积称为虎 必为大不义之事 由至水 非亦为也 非有令子 故不克成 有自已 不能警惕前师而自立 仇思兼具而自立 则有恐不足以干其谷 此次以一例子 名其为亦为也 然例子有替力之义 有违力之义 有免力之义 苟有未被 旧何有免 经不特免旧 且或终极者 使以初六之正顺得识 而又能力以尽其志也 遥此为晚含蓄 读者一信一知 红教附著 干股二字有生意 不仅为盖前前仪也 以谷逊为世 世必有功 无过故为干股 而要在余力功 盖无世功 不足以服缘亨之志 此顺语之所为 承称干股这意 九二 干股之故 不可征 宣圣讲义 此故九二妖子 言九二之用疾其意也 九二居内卦之中 得位之正 而下阶初六 尚连九三 意阴一阳 交错其侧 此故之相也 以阳成阴 而得正位 以阴于六五 六母之相 以母之骨 直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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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乎之谊 因中正之德 以应交错之事 择其所为 必有成 遥辞为干股之谷 明其克正其事 少其德 以令其母 以初六之干复古一意也 初六以应成阳 故禁于父骨 故禁于父骨 故禁于母骨 盖骨在前 干肢者在后 父母二字 不过有阳 遥阴遥之分 不宜太密 然称父母者 必在先也 而干其骨者 尖 避后人也 暗之卦相 遜未掌语 更未少男 游有母子之相 唯以遥论 初遥静于臣妇也 二遥静于少母得耳 推而言之 则臣之于君 仆之于主 佑之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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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之于尊 卑之于尊 或男或女 其有所成少皆同 则是为干君上之谷 尊长之谷 亦无不可 遥思独举母者 以遥相之境 具一名其利耳 凡华课语之之 称谷 多类语 不可〝者 文中神怡不字 Twitter words 文中神违不字 未不可不增 未不可不争 未不可不争 燃旧经文言 laughter 得应作二聚,即不可与真,或可真, 居通,盖九二所得以干无知谷者, 再能真也,真,正也,中道也, 言干谷者不可自真,以伏遥相, 而于不可干者,为人真以善其后,过母之故, 不得其子女,而成为昏乱迷惑之时, 则子女者,以真正知,真在己,正止母,真不严正, 子女不得强正其亲也,故曰不可真, 亦即不得于母,为自真,由尽生生之余其亲, 不得为其心,乃自真其生,此后仁称之为真也, 或作不语可真读,亦未不择可真,意义相同, 言干复骨与干母骨,略有一也,复骨必干, 而仲在身后,母骨可干与不可,当是其实情是,所谓母骨者, 不过家世,女子主内部也,非如父之骨,足以影响家国天下也, 且母一世,非如父之言,苟字真不屑, 必能动其慈爱之心,则虽骨,由不足为害, 故不必强干之也,又旷久二的未成时, 今之所谓,故无不宜,浅之所谓,亦非敬备, 则为之尘少者,抵尽其真,积足以至于至善, 为其得忠道也,得忠道者,不可有过不及, 若持之太过,由不及也,过不及者,皆被忠道, 世诗谣得,世诗谣得者,不成事,则欲干之者,反害之矣, 向曰,干母之谷,得忠也,宣圣讲义,此生名谣辞之意, 而见忠道之可贵也,忠道者即真也,真何以为忠道, 挂立内真外规,久二居内之正位,为真得之大本, 能真即行忠道,师真即乖忠道,为人后而乖忠道, 安妄其干前人之谷,则知真之为久二要得,所以克干母之谷者, 正已能真,真本谣辞,能真则能保全其手,凡内卦皆众手, 故人道先立真,九三,干父之谷,小友会,五大九,宣圣讲义, 四谷九三谣辞,言九三之佑,及其吉凶也,九三居内卦之中,上阶六四, 下面九二,与六五相应,亦阴阳交错之地,而与众刚失中,得六四未配, 一干肯,一干肯之相,所谓复古者,由初遥也,亦不宜过之父母字, 总数亲耳,以九三非正位,而阳德特圣,故曰复古, 阴阳济离离而不合,上下相从而有戒,其中虽善,其中必难, 故曰小友会,五大九,以九三逼近外卦,与会一间,非九二之得守真也, 然五卦全卦,揭取十倍终极之意,虽小友会,仁无大九, 九世里言,干父之谷,必强有力者,以强欲刚,横一舌,而以悲上皆六四六五之容, 相与邪迹,相与邪迹,由之得良恒已相佐助者,则虽有重纲之嫌, 终得和训之用,此友会可无大就也,相约,干父之谷,终无就也,宣圣讲义,此生名姚慈之意, 而见干父之不亦也,九三为人姚之时,以内交外尔与六四亲,虽阴阳各吉,而刚容得调,此其中能免就也,辟诸孝子贤女,虽力奸险,犯忧于,而阴志气坚强, 有朋协助,是能干父之谷,以成事业之功,由神语之至税,少康之忠心,其所为虽艰难,而其成则伟大义,本要以人事为先,则所需于忍者,不独坚强之财, 且虽然,且虚温何之德,方能始终不屑,得业并兴,此谣词言外之意,读者当戏未知,六四,欲父之谷,网见令,宣圣讲义,此谷六四谣词, 言本谷之用也,六四,欲外挂之时,数更挂之四谣,而与九三同为人谣,九三以众刚施中,六四恰语之版,四位阴卫,六位阴阳,以柔居容,其道本呼昆, 其得依乎更,其得依乎更,困境而更止在外,未动而得境,未行而协止,有进退离五之相,而下阶续之两阳,上临六五,以应上九, 是在群阳之间,四与二同宫,退与初遥配,初六九二,一阴一阳,以和于内,六五上九,以交于外, 而得九三相继,一属一阳一阳,是其前后相调,居中能邪,故未及谣, 而能欲父之谷,父者指阳谣,古者因相错,欲者欢业, 书所谓,书所谓垂玉后昆之御字,与此依义,不约干者,正以众柔居中, 其至纯净,其得忧常,非如前后各遥之强悍促破也, 干言其财,欲言其得,欲财该得,而以财称, 言得该财,而以得胜,约干约欲,必财得兼聚, 而六四得忧于财,故独以欲称也,欲之为佣, 虽同属孝子贤似之事,而其敬也疏持,其臣也远大, 盖不忍俱备其亲之所为,不欲及张其身之美欲, 则委屈于徒之,虚许于智之,或以所为而归美于亲, 或以所得而权欲于上,使外人不以工业经其能, 至有称于世,则虽一样干负之谷, 而其行止欲以,故称之为欲,欲犹欲也,欲未知弘, 欲以成之,无不出于欲,则本雷的愤欲之意, 而或应见配考之功,以其欲于己者, 必欲于亲,欲于前者,必欲于后, 则先人因我而终欲,我之子孙亦因而勇欲, 此书垂欲之意也,约谷者必有慧能欲也, 今以欲见称,则谷非谷,此欲父之谷, 实为光前其后之也,天下且备其则, 而莫不同欲,天下同欲,则虽有父之谷, 终亦无害于世,此以柔克之利, 实忧于刚克者也,然记冤欲, 而道再柔,则敬也,不可造似, 其为也,不可辱亡,则宜顺势理之自然, 依时机之自治,待其来而后动, 因其可而后行,故遥此有网建令之战, 为不可及及以求建也, 匆匆以为公业,往与来对, 见与引对,盖父之谷有难显着, 则不可见,有难拒着,则不可及, 当之眉的知愤欲, 不遗于干谷之时, 恐读者因欲而私奋, 乃明网建之戒, 网有自干之义, 见有自炫之嫌, 自干者多是其能, 自炫者多好为欲, 皆非欲谷之道, 此所以为令也, 令者色也, 行而不通, 与而勿舍, 约令, 言六四以柔道圣, 处诗中之地, 有交错之间, 故有进退一组, 行指难唱之相, 而本更指之意, 律坤尽之德, 皆已呆时以心, 自会以守耳, 相曰, 御父之谷, 往未得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瑶慈之意也, 言虽欲往, 人不可得, 虽欲见, 人不能也, 此时的所现, 遥相所为, 故意干以欲, 为名六四之以柔圣也, 六五, 干父之谷, 用欲, 宣圣讲义, 此故六五遥子, 言本遥之用也, 六五居外卦之中, 得位之正, 而以音连音, 义众柔之相, 故得正位, 下语九二义, 内外相得, 语九三义, 刚柔相从, 未得实之相, 岁与六四义, 六四纯柔约欲, 六五以柔行刚, 与九二以刚行柔同, 故约干, 而六五的位, 又在上, 又超居上位, 环视天下之相, 天下望之, 名欲归之, 此遥此有用欲之战也, 六四以往建立, 六五则用欲, 此正相反, 盖六四以淫位至, 六五以显位至, 二者地位之书也, 用欲者, 以干谷而全清之欲, 己亦宇有荣焰, 非为以干父之谷, 为己明也, 凡言干谷, 必属孝子贤嗣, 是为有孝子贤嗣以清之谷, 博己之欲, 故用欲者, 名其不独于事有成, 而于清之谷一章, 未能因公业以养其清也, 夫养清者, 必有权德, 得必以业险, 则工业之陈, 及德之名, 德之名, 及名之险, 此大笑也, 适用欲二字, 名其工业之以臣, 其德之以名, 非徒干谷而已, 以六五成十的位, 有可用欲之姿, 而登峰造极, 有必用欲之计, 盖挂之用极于武, 过此则穷, 穷则便宜, 六五处当用欲之时, 有可用欲之力, 正以德之大名, 夜之大成, 若由默默默所闻之, 是由夜之味酒, 德之味力, 是不足以与于干父之谷, 是不能福谷挂愿亨大智之用义, 所谓人是被污天, 人道为污食, 则亦叫为虚行义, 故用欲二字, 为本谣罪要之义, 义全卦罪中之用也, 相曰, 干父用欲, 成以德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辞之义也, 明用欲贵乎得, 恐人或物以为贵名, 故指出德字, 以贵非敏德, 无有的欲, 非明敏德, 无有用谷也, 成以德成字, 即前各遥, 生明干谷欲谷之意, 而暗示用谷者, 必由下沉上, 后沉仙也, 古挂带用忠于词, 故上六谣词则已变, 不复云谷, 而用谷者, 亦当沉焉, 宏教附主, 古挂带用忠于六谷, 故有用欲之义, 以应元亨之债, 元亨大志, 上有独欲者哉, 为此欲非自求之, 乃得业继成, 天下同归之, 而明自远, 亲之欲以此一章, 孝之道以此一大, 全章虽不言孝, 而实名孝道者, 盖孝莫难于干谷, 顺于誓也, 明呼此, 即明古挂之用, 而六谷用欲之义, 义字朝朝已, 上九, 不识网红, 高尚其事, 宣圣讲义, 此谷上九谣词, 言上谣之用也, 谷之为用, 即于五谣, 六谷干谷用欲, 是文位成以德, 明谷挂大体大用, 以与吞词正名欲得相应, 非得无以干谷, 非得无以成也, 得日积, 公日龙, 股用已大, 而五谣的未成时, 工业昭昭, 得用已吉, 更尽责得无可明, 由中庸之称全德, 无身臭可闻见义, 上九位德之继承, 明知继力, 智德而智道, 由明德而止于智善, 高以美丽, 灭以嘉义, 将贺未哉, 故瑶慈称之不适往侯, 高尚其事, 未用古者至此, 亦无可用, 诚实退休, 及功臣身退, 体天之道之义, 盖上九当全卦之中, 为六位之吉, 又细更之主摇, 有中止之义, 下语逊之九三, 应而不谋, 刚而不调, 道尽则穷, 数疾则变, 不得不自退隐, 而弃其入位, 以保其选德, 藏之名山, 福天道之太虚, 体甘原之不习, 而独高尚其事, 逍遥于造化之外, 游干之永久, 无形无色, 永久无疆, 则天下长宝原亨, 而圣人终于无畏, 称王侯者, 以谷畏正治之主, 而上遥非当位之人, 劝华武遥, 皆以干谷御古称, 足见其志在成少他人, 而自居其后, 获益赞尊长, 而自在其下, 故欲以子女获成福也, 而尚久以非其谷御称, 非其时, 功业以成, 上下与安, 既无骨可干欲, 则拥有王侯可是乌, 不适云者, 非不欲也, 不可也, 不得也, 天下与智, 则贤者无智于是, 此不是王侯, 非好位清高, 乃时事使之, 不得不退藏也, 夫退藏非不适事也, 居子虽在也, 必有其尽得修业之志, 未畅贪欲欲也, 故甘卦词曰, 天行鉴, 居子已自强不习, 则古之上酒, 虽古是王侯, 而必有自立之常业, 即所谓高尚之事也, 高尚之事, 非畏高于他人, 或益于他事者也, 居子已道德为律生之本, 穷达皆有所为, 明明得者, 达则奸善天下也, 只至善者, 穷则独善其身也, 而此所谓高尚者, 又非独善以也, 将以所修功诸天下后世, 永垂于人, 则止至善, 实意尽信终人至之德, 而达至成成己成物之愿也, 顾称之约是, 使人之退以之悲偷闲好多, 而自恢其得业也, 且古叙事, 上酒虽无味, 亦当有所适, 故以一世自, 明其必有所谓也, 由佛之身凶, 老之去国, 虽似前身世外, 不赴予人间世, 而其心智, 故无时不悲天理人, 无得不宣教授也, 成以成人成物之志, 无出处一眼, 所谓高尚者, 以其是教士王侯为高尔, 辟知老是知悉行, 而道教已传, 自高于住下室, 佛是知初家, 而是教已立, 自高于国王, 其工业虽未显于当时, 其道德只可垂诸无济, 则其高下之盼然可知已, 说者已不适王侯二语, 未自甘以顿, 不求于事, 不赴予天下未免, 实谓之谷辞之意也, 谷亦云亨称天下之志, 则用谷者, 始终不得被辞之志, 上九虽未及辨之时, 而其本位亦也, 则虽不得王侯, 人当推其德, 以成天下之志, 虽不图公业, 人当广其道, 以化后世之人, 如是方称谷云亨之用, 福天道恒见之德也, 正如天之有秋冬, 实为被春夏之生辰也, 相约, 不适王侯, 智可则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辞之意, 言高尚其事, 为其志之大, 可谓后世法则也, 以当时工业虽获显赫, 不过一代之志安, 而道德之德推宏, 则足至万年之乐利, 约至可则, 亦吉利教为天下后世效法也, 以古挂中始体天行之不习, 终而复始, 永古不休, 则上久之中, 应返于初六之始, 而无生虽已非久, 其得业则仍常心, 此相子以正名欲得谓言, 与大学之名得心名一意, 唯能名得以至心名, 使能止于至善, 唯能止于至善, 使能永远名得心名, 二者始终之事, 而非亦亡不负, 或一事即止者也, 故上久以时之穷, 则退而是其事, 呆时之父, 人当推之于功业业, 古之下迅顺已尽, 其上更止以习, 上久亦更止止习, 乃退而致力于止至善, 正如高山基土, 足为大帝所仰望也, 习乃消息, 非休息, 四时之秋冬, 正天之喜也, 宗主复主, 古挂以上谣为最要, 此谣有益于前五谣者, 以数即则变, 物即则反, 古以用事未至, 至上遥则反以退引未至, 古以立功未高, 至上遥则反以肥顿未高, 此其最大之不同处, 盖一卦六谣, 上遥与五属天遥, 上游天遥之最高位, 非人间所能用, 而五之上卦未更, 更以止未用, 以山未向, 山峰不可下降, 指径不可任动, 此中妙异, 有非文言所尽, 然益者以人道为主, 人道有行脏进退之谣, 能退藏者, 使能进行, 在前五谣, 接进取之时, 至上谣, 则不得复尽, 有如甘之上酒味抗龙, 尽必有悔也, 读者信一讲一字明, 又曰, 古卦何更逊二卦而成, 下卦为逊顺之相, 上卦为静止之相, 游先天言, 为阳少阴, 正记邪, 游厚天言, 为顺以正, 至以静, 终义本厚天之义, 以人道为先, 人道莫大于孝帝, 孝帝为信中至德, 存乌天理, 无论处何艰苦之计, 丁诸迷乱之时, 人以孝帝为众, 故大顺不以父母玩银而简其孝, 神与不以滚方并而施其志, 此即干谷之义罪主者也, 未能如是孝帝, 方能冲干谷之道, 未能如是干谷, 方能尽人道之分, 其大则无外顺无正, 至而静, 即逊更恶卦之本德尔, 逊则处事无不合, 而是轻由得其当, 更则力生无不移, 而至公由恶其养, 为谷逊事, 必有谓也, 必有成也, 谓者, 明得清清心明之事, 成者, 尽人尽智, 止于至善之事, 一言以蔽之, 大学之道所包者尔, 故圣人不忧乱世, 不畏丧家, 而能拨乱百正, 心丧底尘, 以应天道来付之术, 以福意道甘愿不习之教, 此故之所由相, 故意三音三阳, 体乾坤二元, 开泰童二欲, 其寒意大已灾, 宏教附著, 古挂词罪略, 意亦多未明, 未闻王已时, 有所必记, 周公亦未辨数明之, 推辞终一字一句, 或漏为意, 如不可真, 小友会, 诸语, 皆寒深意, 非如后人所示, 讲义特会指出, 读者一戏思之, 所谓父母, 包君清长上言, 文王不敢执名, 而挂语一语一难合成, 故诞云父母儿, 灵挂, 对下昆上, 宣圣讲义, 灵挂游昆对合, 上彼下则, 得与则皆因也, 而则在下, 二阳居出二阳, 未阳长阴霄之相, 阳虽少于阴, 而得未成时, 有清清日上之事, 因虽夺而在上, 被阳所获, 不能自持, 有渐渐便于阳之事, 便则未太, 而阴阳平, 灵虽四阴二阳, 而阴语英聚, 阳语阳连, 故明灵, 如大军列阵以香灵也, 如贵兵劫四以来灵也, 又如贵重水以灵大海, 连群风以灵大鹤也, 又如日月立中天而灵大地, 风云排太空而灵山河也, 其世圣兵, 其壮圣言, 其来也俨然, 其家也薄焉, 是约灵, 游兵灵臣下, 人灵挺舍, 逐之不可, 浅之不能, 唯有破而相遇, 出而遇见, 故约灵, 灵至也, 言济至也, 济至者, 无可挽回之时, 无可推荡之地, 而促然以对, 突如以抗野, 再挂阴与阳队, 而不能掉, 阳与阴抗, 而不相下, 来者其促, 往者其聚, 静者将须, 退者难住, 故其情若相须, 而其时则相聚也, 灵挂上昏本尽顺之德, 下对有悦则之情, 两挂相合应相得, 而以摇位刚柔不条, 上下相逼, 岁有顶巨破邪之事, 二阳渐长渐深, 四阴欲降不得, 破而俱化, 乃为阳长阴霄之相, 阴霄则柔一刚, 阳长则小便大, 故灵称大, 以阳状也, 与大壮一同, 大壮位正浅和, 雷化于天, 故称大壮, 灵以昆化于对, 阴化于阳, 亦以大称, 虽非真化, 乃是兵之, 以阴亦为阳, 亦服至极则便之力, 亦以二卦皆因, 阴乙及母, 母邪少女, 柔之类也, 对话未前, 阴乃退也, 其变所致, 得天太也, 太者大也, 灵之所望也, 灵与太皆属昆公卦, 昆仪变为父, 二变为灵, 三变为太, 皆已因变阳, 智太而及, 故灵有类如太, 太者富有之相, 天地交福, 万物资欲, 则富有而乐于施以, 灵以类太, 颇具富有之相, 亦怀施以之心, 故传约灵观之意, 或与或求, 严灵与而观求也, 然灵非真富有者, 其与也, 或去之于人, 或先与而后求之, 或有所求而后与之, 与观之为求, 其不一定相同, 故用二或自, 严灵好语, 而或有求时, 观喜求, 而或有语时, 但灵与多, 而观则求多耳, 二挂一阵一反, 其体用相间, 以灵二阳在下, 而观反在上, 在下则身欲重, 而亦富有, 故致乐失语, 在上则消耗多, 而亦困穷, 故致喜所求, 予者亦物与人, 求则反求物与人, 亦则有余, 亦则不足, 故致去疏也, 既知灵之类态, 则知至语之由来, 与观之类否, 其至尽于比色, 正相对, 皆摇位之所系也, 灵挂之对殉挂, 其笔如诗如履, 如附如风, 皆有相通之意, 而其颠倒化为翠, 更有相对抗之相, 以翠对在坤上, 灵则坤在对上也, 凡物之相近者, 为得与谁, 则亦水泪, 得之余则, 既为内境, 又为防滴, 盖得以土用, 土足至水也, 赛水者, 必拥提防, 则知四为, 必为陆地, 世相至且相成也, 翠以泪聚盐, 灵以防堵盐, 盖翠对在上, 有水之屯及地面也, 灵则对在下, 有土之防堵似旁也, 水无防, 则泛流无止, 得土以为兵, 则逼处亦于, 而不复漫患, 然滴防不顾, 必有愧绝充算之害, 是二者之相抗拒, 有如愁敌也, 故对自上缺, 是其易愧, 昆字如快, 是其有方, 今二者何, 则逐着其相破之情, 见其相聚之至乙, 为水柔物, 房间则自困, 又流性, 土宝则静盈, 死灵之为佣, 有其利与害焉, 及地方已半水流, 而为物力, 则能成其用, 因堵塞以积水入, 而致潰流, 则反得其害, 故善用灵者, 因力为功而不过, 以食致用而无贪, 则虽有破邪之余, 而终免冲突之患矣, 灵者至也, 事物之至悲所欲其, 约灵时, 可见其与欲之义相悲, 雷得欲语复返, 灵类复, 亦欲备, 明灵欲之义去, 则明灵之待用以, 红教附注, 灵友奔灵之义, 以上灵下, 以高灵悲, 皆寒获促之义, 故使出仓足, 约灵时, 又凡清智者约灵, 灵力也, 言济至也, 又所经者, 约灵, 游力也, 言以至也, 皆有兵主相对, 悟我相抗之义, 及灵挂的与则相聚之相, 而事物之助者, 则有相灵之相, 如人灵水盼, 马灵牙签, 皆有破处不可久留之事, 拾取拾余的之相过也, 以拾的一纲一柔, 移动一静, 不能调和, 则唯有不为防具而已, 此意罪与余用事, 读者可细参知, 灵挂遥相, 四阴二阳, 二阳在下, 四阴在上, 应多阳少而阳贵, 阳出于阴而阴霄, 故灵福天德, 的甘原之气, 六阳故地雷附, 与的天态, 皆其先后世, 四至二位正, 三至五人为坤, 五至初位更, 六至二位序, 则含山峰五相, 故灵记故, 其意已有事者必大, 如人工业标笔, 欲为龙虫, 则必非常人, 是所称大人者也, 翻译化称大, 必因前, 灵之大, 则已出乌坤, 返乌前, 而能应事体悟, 欲得致用, 以臣资深之道, 以广大深之意, 故以大称, 为灵涵阳化音, 正其悠前, 流光配则, 炫如六合, 地道佛后, 则能载悟, 则流原液, 则能生物, 何而未灵, 则发扬上下, 赞义深沉, 鸡鱼石, 为东之鱼, 为春之仙, 培序折类, 寒润萌芽, 画寒气以为温和, 发生缘以为后则, 容冰霜以如枯土, 转心秀以开春圆, 则灵之功也, 故灵再挂位大, 再得位师, 再用位生, 再气位转, 以甘缘之道, 成昏缘之德, 刚柔不忠而能和, 不品而恩义, 上下扶其进退, 内外调其消长, 乃欠邪于父, 后其未态, 而终一则上少随故, 下交官卦, 辨而有长, 时而有正, 此灵之为即卦也, 灵, 缘亨力争, 至于八月有休, 宣圣讲义, 此灵挂团词, 明权挂之用也, 灵自意以剑前讲, 灵自行从成从品, 尚如仁字, 有主刻依让之相, 又有君临臣服之相, 品三口, 由三人之意, 而高碑大小有别, 上口如君, 下二口并立如成辽, 又如主帅在前, 促武随从, 上知人字, 如关盖平某, 而放已成字, 如有所服役, 盖取相对相抗, 而有强弱先后之意, 即本卦瑶所向阴阳上下, 消长升降之术, 以体人士尊卑强弱进退屈身之状, 方已类聚, 物已区分, 道已实行, 事已人力, 而莫不本于天也, 临天道也, 为天位大, 而临则之, 故被似得, 以同于前, 干见不息, 临则有进退, 甘愿纯阳, 临则有消长, 静者吉, 退则凶, 张者吉, 消则凶, 接至阳也, 当临之时, 扬身余地, 化为春风, 以被万物之深臣, 以为天下之繁荣, 如梅仙春而花, 见天得之心, 其道经而得红, 故能体肝而化昏, 为天树有长者消, 有进者退, 有险者矣, 有强者落, 临当春而立, 至秋则凡, 八月秋半, 而未因之圣, 当卦之观, 恰与灵凡, 故临至八月, 则又凶, 未顺敬而弃改, 时过而是非也, 约又凶者, 天道如是, 人能体会得宜, 获益勉焉, 临本十二月卦, 时迹有益, 方亦有书, 何于养者, 必乖于阴, 长于前者, 必乖于后, 灵味阳长阴霄, 观则阴长阳霄, 长之为吉, 欲霄则凶, 此八月不立于灵, 非挂之凶, 乃时之灾与, 乃时之灾业, 实属天道, 而屈必在人世, 事虽凶, 有可免, 旷灾与寂寄费四德, 周余四时, 苟善用之, 非必穷于八月, 而断词之意, 为其阴阳之长, 成刚之事, 志在上进, 不知退彼, 与顿之性情相反, 事已于春夏, 而不立秋冬, 由人之勇于进取, 不甘退让, 徒之又缘亨, 而不克守力真之道, 故虽被四德, 而至八月有凶, 以阳不久将消, 孔灵不肯自拂也, 观灵自左低右昂, 事已阳屈阴, 而不甘屈于阴之意, 二气同分, 而阳居先, 如春夏之在前也, 若亦未顿, 则阳恒自退, 不复于阴真, 则免于胸, 读者已和顿观之也, 相曰, 灵刚静而长, 说而顺, 刚中而应, 大亨已正, 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 消不久也, 宣圣讲义, 此事全卦团词之意, 明全卦之用也, 灵以二阳在下, 一坤卦之便, 由父而灵, 乃阳长阴霄之相, 阳出余的而上身, 初卫定雷附, 四卫灵, 再静卫太, 皆阳见长之卦, 故约刚静而长, 静即见也, 如水之静音, 由见而至耳, 音之化阳, 由气之渐变, 非以促而机也, 刚长则柔消, 灵以柔胜而刚得实, 其体由柔, 则以上位坤, 下位对, 坤对皆因卦, 故得以柔称, 坤顺而对悦, 故约说而顺, 说同悦, 取对事之意, 言则能悦万物也, 坤以顺成前, 而成万物, 对以体坤, 而悦则万物, 领两间之, 事能体坤成前, 阴柔化刚, 以应天道, 而会万物也, 九二在内会正位, 故约刚中, 以与六五相应, 得实行令, 上下交通, 禀坤一前, 内外邪得, 故约大亨以正, 天之道也, 带有甘之德, 亨一本乾坤之和, 正以九二正位而应乌前, 虽坤之数, 其道则浮于前, 故称天道, 天道渐于时, 四时寒数, 天道之宵长, 春秋深沙, 天道之往复, 临以天道为责, 以时令为度, 及凶乃与时宵席, 而八月不立, 为其当秋沙之令, 阳梢之日也, 故约至于八月有凶, 消故久也, 严岭以阳用, 阳长则大亨而邪及, 阳梢则凶, 八月未秋中, 臣下令之于, 借父孢之间, 其挂未官, 与灵恰相反, 故凶, 消故久者, 指阳虽长, 而消之时, 不久即至也, 盖灵为十二月卦, 当春之先, 正的阳刚上身之气, 以应天道生发之令, 而以戒八月, 气已变, 令已患, 则反未官, 而阴长阳梢, 是其凶夜, 乃对灵之时言, 为灵力于阳而寄阴也, 阳与阴缘相消长, 无疑日停, 八月阳梢过半, 正与十二月阳长相对, 故当灵之时未及, 当官之日则凶也, 约有凶者, 名其属于天道, 人苟善屈毙, 有可免也, 不过用灵者, 至八月以穷, 其数必变, 若不知顺变, 则将领于胸里, 亦教众人士, 以人应天, 尔门屈毙, 则逢凶可化未及, 如补的灵者, 当知灵之用有穷, 而欲未知辈, 则不知有八月之凶, 不独八月未凶, 返阳之销, 阴之长, 皆非灵所疑, 独具八月者, 以其实证与之反而, 凡卦皆有实力, 皆有无否, 今以灵明其力, 使战者之所省焉, 向曰, 则上有力, 令, 君子以教司无穷, 容保民无疆, 宣圣讲义, 此灵全卦相思, 身是全卦之用即人士之所福也, 灵以体昏和谦, 被似得而刚中能义, 得正位而悦则已顺, 事据天地生辰之道, 有诚实至用之功者也, 故君子因之以心教育, 立思想, 而福甘之天行建以自强不习, 不独为之身之德, 且含诚用之义, 以对之月则万物, 如水之利润, 昆之后得载物, 如的之广博, 居子因之行人证, 夫得教, 产文明, 以荣明保明, 本坤之行的无疆, 以保育天下, 不独为顺臣之道, 且发扬魂教之光, 盖以阳上身余地, 而广切群英, 浅移默化, 实现归于教育, 安于文治, 圣人则之, 以谭夫文德, 立经思而红人证, 著作楷模, 行慧则而保天下, 无非体乾坤之道, 成对则之功, 有如圣王在位灵明, 作之君师, 劳来未往, 安良化报, 为日不息, 以情于教制, 为化无疑, 以广其生成, 自持以静, 待人则成, 自处以装, 待人则数, 体灵九二正位之德, 化诸英同顺于阳, 由君子以沉浸仁爱之心, 由焦于正, 以化群皇, 同姬康乐也, 教司无穷者, 自立以吉人, 及以身作则, 世民以犯也, 荣宝名无疆者, 自成以成人成物, 及推己以尽性而时钟, 至终何以为御天地也, 盖灵净则未太, 太则天地位, 万物欲, 灵之所至也, 荣宝二字, 各有异议, 如情事只能容忍, 保我子孙黎明, 也能容忍重者, 必能保明, 不能容忍, 即不能保明, 所谓招来牢居, 有远近广辖之分野, 以灵因对责之相, 依阳长之意, 如水之见背, 弃之潜移, 在不知不觉中, 而能使天地同化, 及由教司之惊鸿, 得责之深远, 能莫化民众, 始归于大志, 以成缘亨利争之德也, 正如十二月当春之先, 气候渐河, 生辰渐渐, 有不其然而然者, 非故畏之, 而莫非教正之功, 非必至之, 而莫外生辰之德, 此中一礼罪战生, 当于后祥论之, 宗主父主, 临为二阳四阴卦, 祭谷之后, 谷与随皆三阴三阳, 阴阳平均, 天地交浮, 则万物已生, 万事已成, 故谷逊味是, 言其为万物万事凡杂之相也, 凡者数之必变, 弃之必化也, 平均之变, 乃有多少, 交错之变, 乃分疆域, 正如四时, 春夏之与秋冬, 互相推迁, 而万物万事, 即随之生死消长, 有不其然而然者, 灵当骨之凡杂数律之余, 而有独当执起之事, 为虚运是道之变, 人世之非, 将以整理天下, 统率一切, 使物自卫类, 事自成理, 以体乾坤之道, 而广泰之用, 故被者必记之以简, 杂者必记之以纯, 此天道变化自然之理, 事物地善必至之情, 将以循环往复弃于不习也, 如不循环则觉, 不往复则消, 消与觉, 天地同灭, 更赫事物之可言, 故当圣时, 以运衰之机, 当进时, 以伏退之相, 周易定挂四序, 即本势力而相推于也, 临以二阳在下, 四阴在上, 与骨髓之交错平均者皆不同, 为其被四德而称大, 该万有而至于, 大吉干之德, 与吉太之用, 为得干之大生, 太之广律也, 与这诗语也, 有而后能诗, 太监大有之相, 故能诗, 灵心好之, 故至于, 心观之至求恰相反, 则已观阳在上无穷也, 初九, 显灵真集, 宣圣讲义, 此灵挂出九窑词, 言出窑之用也, 灵挂以窑未用, 初二两窑皆阳, 阳以灵阴, 刚以灵柔, 则因随阳化, 柔随刚义, 此气之所致, 数之所变, 虽因多而不能语阳抗, 柔胜而不能语高平, 则相语句话, 此名显灵, 先者, 痛也, 皆也, 莫不如是之意, 严仰以灵因, 下摩所迁, 敬而不足, 如大之灵想, 尊之灵悲, 则虽有主兵之灵, 时有主仆之分, 应既不与真, 而本其随顺之德, 则阳之所致, 因莫不从而顺之, 故约显灵, 以一切众, 由天子之下灵, 陈述无不随即以公奔走, 而人民无不倾向, 以听实力, 则所灵之地, 更无主人足为奔庭抗礼之余, 亦无外人足为千万足指之力, 则虽似有主兵之相, 其时主义游兵从也, 事称之贤灵, 言无不至也, 出九以出生之阳, 非腾训分之事, 有非力所能遏制, 且的九二之连贯, 有群及痛举之相, 由非人士可能排比晚退之时, 故称前灵, 见其事之必行, 智之必达, 其无不应, 推无不远之意, 其所然者, 未出久得时之余, 当弃之圣, 而以阳加音, 以刚出荣, 如正人君子, 成时奋起, 天下云从, 而言行为大众所怀, 风采为群伦所望也, 故其战绩, 以出谣位在下, 动于群众, 起于田野, 由圣贤发于龙木, 英雄起于草则, 必有其德, 必有其才, 才得济权, 群众献福, 则克邪真即之战也, 真正也, 出无邪私, 行非委屈, 顾约真, 且当内卦之时, 未对责之初, 有德以福人, 有才以悦众, 而心智正大, 行智光明, 如女子之真结有素, 人自赞美之也, 又出九九二, 以对责之二阳, 应坤之纯隆, 出游力雷附, 克己负礼之道, 以吕甘之行见不习之德, 尽责的天态, 乾坤交态之相, 以成同仁大友之功, 顾其敬也, 天下顺之, 其守也, 仁明望之, 此所以未贞吉也, 项约, 显灵真吉, 智行正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辞之意, 言真吉之战, 显灵之用, 莫非应于智行之正大光明也, 以对之对位更, 何之为则山贤, 先改也, 山则通气, 感动智节, 人之所能护感者, 必性情之所发, 发于情, 正于性, 则主发动, 山主正直, 闲挂以发动而得止于正, 明为贤, 今知贤灵, 亦本此意, 未能发而应孤人欠, 正而合乎天性也, 故事文称之为智行正者, 明贤灵之得众, 而真吉之顺天也, 九二, 先灵, 极无不利, 宣圣讲义, 此灵九二谣子, 言本谣之用也, 先灵一同上, 以阳的正位, 如先者得位成时, 独立不宜, 雄顾四方之相, 又由英才崛起于下, 得名人拥戴, 以灵天下, 而天下莫顾顺之, 故有即无不利之战, 即止得言, 无不利止公言, 得利于内, 而见于外, 功臣于人, 而归于己, 功德义也, 分言之者, 以九二的位, 有可畏之时, 而因应事于, 有成功之望也, 向曰, 先灵极无不利, 为顺命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姚子之意, 而见九二之有畏也, 为顺命, 有二义, 义则言我得纪律, 竟则有功, 所对之主, 为英柔无道之六五, 不足与有畏, 不足与有畏, 则不奉其命, 而独立自强, 以救天下, 以随众名也, 亦则为有德有才, 诚实的为, 所向无足, 所至无前, 天下莫不顺之, 照明莫不服之, 为顺命者, 即为有不顺命之意, 为由莫不二字之意, 以事谣辞无不利, 为所至莫不应力, 莫不有功, 古时文字简略故耳, 或以久二在下, 虽所至有功, 由人臣之谓, 上位受天命, 故曰未顺命, 然顺与奉义, 顺天者乃对上言, 是如汤舞之待起, 原在臣下之谓, 而有军人之德与才, 虽谓至地位, 而天下莫不服之, 是对节奏之地位未顺耳, 盖铃以阳觉起而须音, 以在下者上痕, 而正当时之之嘴, 身旧名之堂, 正如汤舞之事, 虽与阁有别, 而其亦颇四格, 歌曲则我合成, 而临则的则和, 其同位因卦, 而阳尚书, 故有敬似, 九二逼于四音之位, 其下有出九支柱, 欲罢不能, 欲敬则唯有自愤已破音使福, 故未顺命一语, 十以九二不得顺六五之命也, 其事所破, 其道莫由, 如汤之事节, 闻主之事咒, 终不可得尽其成节也, 未自与莫自意通, 言莫由也, 此摇关于灵之大用, 读者仪戏审之, 灵之所以称大者, 即在九二一摇也, 六三, 甘灵, 无忧力, 继忧之, 五九, 宣圣讲义, 此灵六三摇词, 言本摇之用也, 灵挂自三摇以后皆因摇, 皆以应顺从仰, 而随刚化, 其得与初二摇有别, 其用意不同, 是未当否为准, 六三以应加仰, 不得其味, 而以柔欲刚, 有欲其得, 约甘灵, 言如未知甘口也, 甘字由输甘酒, 誓因甘字, 即正好憨罪之意, 不独身口所饰也, 六三本对之主摇, 以悦则未用, 上皆昏之之音, 下随初二两阳, 借乌刚柔之间, 而聚愉快之想, 在人则喜其柔, 而何美调事, 以甘相悦, 再己则得其刚, 而匡义爱慕, 以甘自愈, 故约甘灵, 言主兵上下君门悦从, 如未知事口, 口知美媚也, 凡相悦者, 必带其至, 厌安正独之谓也, 难与贪恋, 则损其德, 君臣贪恋, 则废其政, 友好贪恋, 则荒其事, 凡有所甘者, 横丧至乳生, 败得毁也, 为其不能刻苦自立也, 顾约无忧力, 言无益于身心, 无成于得业也, 然以六三虽柔宁寡能, 阿好失智, 而以其尽于久二, 破于阳刚, 得灵甘替之戒, 颇知恐惧之义, 则虽甘悦自化, 而又忧虑其后, 记之忧已, 则就可免, 为中不为甘所困, 而能随久二奋进以善其后, 虽有旧义不久义, 故曰既幽之无久, 项曰, 甘霖, 未不当也, 既幽之, 旧不长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姚子之义, 而鉴用六三不可不胜也, 六三以因从阳, 善恶兼俱, 甘之于忧, 宜善于恶, 贪于甘则败, 发于忧则成, 为遥相自该之义, 世人用之如何而, 以为不当, 己知无权, 则不觉甘愿, 以阿好于人, 是其初之过也, 阴阳刚之逼皆, 而有辅之或意, 则由能正会起隆, 以身于幽幻, 而徒自盖其迁, 是其后之免就也, 免就及改过之效, 无人遗之所利益, 六四, 至灵, 五九, 宣圣讲义, 此灵六四姚子, 言本姚之用也, 六四居外挂之时, 未婚挂之初, 与六三痛鼠中遥, 一阳一阴, 未字不同, 而遥皆柔也, 昆与对焦, 得与则皆, 顾约至灵, 至义灵也, 灵之取义己本乎是, 则为水, 得为土, 水土相抗, 而不相从, 相防而不相产, 顾约灵, 如兵之来至也, 六四恰居灵智之冲, 顾约至灵, 以阴居阴位, 何乎济济之道, 其位未当, 顾无久, 相约, 至灵无久, 未当夜, 宣圣奖义, 此生名谣辞之意, 而见中遥之重要也, 中遥以九三六四, 何乎济济之力, 未当位, 反之则与未济同, 未不当位, 顾六三未不当, 而六四未当也, 此意已迭见各卦, 经重述之, 使读者之中遥之药, 而灵之静未态, 则中未皆当, 反未否, 则皆不当, 灵则六四未当位, 故有可畏, 举止音之, 以成员亨利争之道, 以至教司荣保之功, 其所本皆在此一遥之单位, 以发展人士, 光大人道, 而推进于太语济济济, 此以仁遥所在, 有益于他遥也, 六五, 知灵, 大君之仪, 即, 宣圣讲义, 此灵六五遥子, 言五遥之用也, 知灵止知识智慧, 有所加灵于事物也, 六五以音形样, 得外卦中未, 有福灵一切之相, 所需者高是远柱, 广皆公衡, 非知识无以调查其情, 非智慧无以辨别其调, 而六五的未诚实, 又能柔胜, 高明柔可, 则是物足臣其聪明, 以阳化阴, 而得阳之中未, 臣前刚可, 则而物足用其才智, 是两相亦也, 盖有之以明事物, 则革物之意, 应事物以增益其知, 则智知之之意也, 二者别为主兵, 故约之灵, 六五与九二相应, 亦因亦阳, 以内依外, 刚荣故纪, 则上下相得, 君臣故纪, 则得业同大, 此在有其位者用之而愚, 乃见其功, 顾约大君之仪, 言非得为而有得者, 不克父侍遥之用也, 大君不必天子, 唯以得位聚龙为准, 以非久五也, 知属于心, 以属于物, 知诚于己, 以见于人, 知出于内, 以达于外, 知本于须, 以真诸实, 故有知者, 必得为诚实, 而后承其用, 而诚实的位者, 必格物置之, 而后见其才, 此二者亦相须相成, 有有位者必有其德, 有得者必有其才, 才得在己, 实位在天, 仁天相依, 而天下平治, 大众归服, 此大学平治之道, 始于格治也, 既得其位, 恪守其中, 则其行之即可知, 为荣以刚成, 心以神用也, 此谣最重在德中位, 至中行, 处处不失中, 而后世事得顺理成章, 此圣人制作之本, 在上者悲于旧下, 在下者重以伏上, 上下相继, 乃成中心, 若高亦高, 下亦下, 相去日远, 乖中心, 乖中行圣已, 顾太卦以昆在上, 既既以侃居外, 而林以昆居队之上, 正是此意, 一集称打之由来, 至语之道也, 项约, 大君之仪, 行中之位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辞之意, 而见中行之可贵也, 以九二在下, 而约位顺命, 以六五在上, 而约行中, 无非义高崇碑, 抚养暗音之意, 此即中国明至今意, 不以位之龙, 而妄得之甚也, 灵之被似得, 有意他挂着, 诗在此, 无他, 因虽众, 能从阳化, 未虽高, 能以忠行而移, 读者与此一戏省之, 上, 六, 敦灵, 及无久, 宣圣讲义, 此灵上六谣辞, 言上谣之用也, 上位昏之中, 昏土也, 敦后也, 土及而后, 得之得也, 以地方则, 跪在敦后, 后则无漫患之余, 故战及, 祭及, 自免于旧, 故约无旧, 土后宰物, 河海不屑, 则是成其礼物之功, 故得极债, 而土与水相至, 土甚水安, 不至向害, 反能相成, 故免旧, 相约, 敦灵之极, 智在内也, 宣圣讲义, 此生民谣辞之意, 而见灵之带用人在内也, 在内者, 智力真言, 以地之用, 在能治水, 水之用, 再能自治, 如以地防水, 水不泛流, 则成立物之功, 仕土之功, 及水之功, 而灵挂坤在外, 对在内, 坤之功, 及对之功, 然非坤, 无以臣对责之用, 坤不自见其用, 而致在臣责之力, 故曰致在内也, 坤道致此已吉, 吉则必辩, 辩而未更, 意土也, 土更高以, 故有敦灵之称, 山则通气, 山川出云, 云气所争, 为灵为武, 中化为水, 则山灵之用, 亦水则之功, 不独护一眼, 山灵之志, 返切于沉水则之力, 世上妖之味, 虽超出曲妖, 而致返在下也, 亦及高辨非之意, 天道固如是也, 未有山之高, 越见水之下, 未有山之用, 悦者是之功, 物之相反相成, 其理然也, 适用灵者, 以高灵下之事, 必知以高救悲之道, 无始高者越抗, 下者越神, 失其中心, 救害立志, 故灵之敬畏态, 而得返居天上的, 生命此理, 则是无不成, 功无不大, 得以待天, 坤以成前, 伯后以成高明, 悠久以至无疆, 则天地之生成, 人物之化欲, 皆由此道见之以, 故不约高灵, 而约敦灵, 敦之伴即哼字, 有类如高字, 而亦则亦高明为国后, 此即帝王代臣之相, 读者仪系思之, 宗主父主, 灵挂影音音消养长, 应日消, 而是上圣, 故有破邪之相, 灵为十二月挂, 静则未太, 太则阴阳平均, 而得天交何以, 是在灵为为何, 为偏圣之时, 因已为阳而不甘退让, 阳已尽阴而有所必, 则成相灵之相, 阳记日常, 阴乃日消, 消澡之间, 其气甚促, 故灵未大, 以其事两不下而真大也, 虽阳得地, 足以破阴时退, 而阴有多, 忍不及让, 再挂虽属阳, 而其时又偏阴, 正如十二月之后, 春风未动, 寒气流言, 刚针于荣, 少以甚重, 则其间变化至结也, 为名以阳圣依, 顺天之道, 得气之先, 而又本有缘, 能中能大, 得出九之阳, 本缘已故, 成九二之谓, 中未不虚, 故能上映诸音, 直达于天, 以化昆位前, 便容未刚也, 再化昆与对合, 昆位顺, 对位月, 顺月已尽, 则真而不犯, 显而不渡, 诸音自退, 以成阳之长, 则始所为也, 为数之消长, 气之身降, 横相五福, 阳身于上, 则阴降于下, 刚长于外, 则融资于内, 灵之便未观, 观则与灵反, 故至八月有凶, 以八月未观也, 反则消亦未尝, 阳亦未阴, 如八月之时, 寒冬见智, 则万物当杀, 而生机已为, 顾约凶, 未阴沉时而又长, 阳不得与之真也, 观卦, 昆夏训上, 宣圣讲义, 观卦与灵位往来卦, 灵二阳在下, 观二阳在上, 此所以亦也, 灵以阴灵于阳, 故约灵, 观以阳观于阴, 故约观, 盖观以逊昆二挂合成, 逊二阳一阴, 昆未纯阴, 似阴连逊而居下, 下者阴之未也, 以阴欲阴, 乃前于无阳, 而二阳在上, 上位亦穷, 穷则反下, 仰反而就阴, 故约观, 如人之二路下誓也, 以天闻立之, 则日月之照灵也, 日月当空, 照彻世界, 无为不主, 无影不见, 誓约大明, 而世界得之影为明, 人物得之影为光, 光明昭垂, 深化随序, 此观之待用也, 在灵位阳上身, 而因自消, 在观位阳辅照, 而因转圣, 盖阳主身, 而因主将, 毅力以下位始, 上位中, 始则未长, 终则当消, 消长记书, 得用相反, 阳之长, 及阴之消, 阴之胜, 及阳之衰, 此权亦不亦之力也, 观以阴记得位, 阳末与真, 反而成阴之用, 以为阴之助, 故天到夏季, 而日月光明, 早夜中分, 而寒属地善, 此非因之所自治也, 阳甘位之用耳, 阳非必为应用, 以天道之循环, 礼数之往复, 有必至之事也, 功臣者退, 物极者变, 阳至观已将穷, 时当八月, 秋令即盛, 过此则交东移, 秋收东藏, 天道自然之序, 则遣主春生下长者, 至此必退而深藏余秘, 不得赋予时珍竹, 以为天道也, 故道有心肺, 人有心脏, 树有肾衰, 物有笼涕, 新陈代谢, 往复循环, 无一行之停留, 一毫之假戒, 关于灵之与关, 即可辽然者也, 夫灵与关, 同为四阴二阳, 应多阳少, 以阳未贵, 则群阴的阳之光明, 其情痛也, 有如群物判的日月之灶灵, 群众判的教育之启迪, 其智痛也, 故灵与关皆有宣良教化, 养育民众之义, 所以义者, 灵与阳的未成时, 其事圣, 顺理成章, 不待勤劳而自成, 观则反是, 阳虽在上, 而非其实, 知以群应盼求知妾, 与天道下计之义, 不得不畏之师恩则, 以朝其光明也, 传阅灵观之义, 或与或求, 眼灵有余, 而观不足也, 有余则多余, 不足则多求, 与者生乌本心, 求而后与者, 依于义礼, 此所以义也, 游教化于世, 在灵则上之所优惠, 而行之当至顺, 在观则下之所即忘, 而行之须即时, 灵已顺成, 故得用极广, 观已虚实, 故道用有穷, 灵已教私无穷, 保民无疆, 为当道之责, 而观则已观天时不推, 神道社教, 为圣人之功, 细事二卦之词, 即可知其为交虽同, 其方不同意, 领者, 扬自光明, 应来成之, 观者, 应自愿望, 扬乃与之, 亦与异求, 其情至书也, 然其相须相成则矣, 由万物不得无日月, 万民不得无教化也, 天之教化, 再于四十, 人之教化, 再于礼义, 故灵与观之用, 必由君子行之, 圣人承之, 观由千语, 圣人上必由所观, 观于天以为大, 观于神以为教, 天神之功, 及圣人之师, 教化之本, 此观之所以称为大观也, 观之要义, 再于光明, 有光使可观, 有明使能观, 夜间非不见物, 亦无光业, 盲人非不知物, 以无明业, 无光则不成观, 无明则非所观, 天之日月, 以成天下大观, 人之有物, 以观天地万物, 故观已成, 人物皆然, 人有才得以为观, 物有文才以为观, 既与人以观, 而父自观之, 人关于天地, 关于日月, 关于山川, 关于草木鸟寿, 关于岁石寒暑, 关于一切相, 关于一切物, 而后即位俱观, 以师于身, 以见于物, 以遗于后世, 以传于天下, 使各以其观, 而成其道, 达其德, 智其勇, 是责人之大观也, 而交居其守焉, 有教则观不随相生也, 不应勿消长, 正如天之日月, 更万古而不改其光, 月万类而不疏其名, 乃能祭天之大用, 成道之制度, 未生化之中枢, 循环往来之定规, 故策天者, 必先策日月之行, 言天者, 必先言日月之度, 为其中立不已, 正位如耳, 故能数天下大准也, 人之于教义如之, 教力而人类供养之, 教行而人类供寻之, 舍教则失所养予, 我所寻予, 将何以永其身, 臣其用灾, 故意以观赐灵, 为物大然后可观, 不外以日月是天之观, 以教化是人之观而已, 灵以利教义, 推而行之则在观, 观者有己及物, 由内及外, 亦以观之者也, 观卦以风行地上位相, 风行于地, 万物离不备之, 教行于时, 万民莫不化之, 此则观之大义也, 读者以强省焉, 观卦之义, 本义之大义, 义之臣也, 实有余观, 福西士观和图落书而化卦, 此卦之始也, 历代圣人观天到地里而成义, 此词之始也, 传宗以略树之, 而其要力, 则在奔之断死, 所谓观于天文以致辩, 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 随事分用, 实观于观, 观卦之义, 及包在此语中, 圣人因天以利人道, 因时以至教, 莫不由所观, 亦挂相由观而得, 非人谓之也, 亦辞由观而定, 非人自作之也, 故观之为用, 以天道神道而设教, 化天下与智无尽, 实本观之源止而来, 非物为玄妙之与也, 神天之道, 用之于天, 则为神功, 用之于人, 则为圣功, 神圣天人义也, 人道仁义, 仿于阴阳, 非人所能至也, 人以天为法, 非法天也, 法其身之性也, 天生人而父以性, 即被据神天之元气, 而有天地自然之大用, 顾天道仁道, 无有意也, 神功圣功, 无有意也, 观之神道设教而天下福, 即分之化成天下, 而姚慈则已在约观我身, 观其身, 实名是观神道者, 不外观其身而, 身即信也, 观即知信, 即观神道, 神道社教, 即信道未教之义, 中庸守三语所皆是者, 即此也, 是观之为用, 识人生大用, 而圣人立教之本源也, 神与信同, 圣与人同, 观其身, 即观神之教, 即观神天之道, 初无意豪奢于其但也, 而世人不察, 以神道未如, 直不解人生者, 亦何以与愚于观哉, 佛言止观, 归于见性, 而其成也, 得六神通, 正与一知观慈相合, 佛起好言神奇者, 诚以神圣天人同出而易明, 人自不观, 遂不知信, 不知道, 不知神, 而亚人知知者, 何其余夜, 故圣人言教以蒙事, 蒙欲其余昧无知, 必受以教, 教而厚之, 教至于观, 非赴蒙也, 可使自观其身, 则化成天下之日静矣, 故智分而有人闻可观, 不仅天下福而矣, 习意者, 当依卦之次第三知, 观辞之意, 观自从见, 是有所见也, 还者, 全业, 全业, 只所见有所观于权与权也, 而还又做大讲, 又为草木之名, 如欢于观, 一字还成, 盖其为用极广, 所观慎重, 非图依二意而已, 以观言, 有主兵二意, 主为观物, 兵即为物所观, 后世分会平去音, 十一字而寒二用也, 即在观卦死, 一包二意言, 或主或兵, 当以时未便知, 而其有光有明, 则一眼, 则一眼, 辟知人物能视物已, 而某子之光明, 亦为人所见, 若不见物, 亦不能自见, 若能见物, 亦必为物所见, 此主兵同观, 人物同见者也, 佛经分为根成, 以色相与明为言, 十极一眼, 色极明, 明极色, 无明何色, 无色何明, 然以道言, 则明自明, 色自色, 盖天生无, 明非未色也, 天生重色, 非未明也, 苟明此理, 则主兵无疏用, 人物无二行, 虽是物而不类无物, 虽被物而不欠无名, 虽物沉物浅, 无将福之觉, 虽明照诸物, 物将我所存, 所谓过者化, 存者神也, 明有物我之混灾, 此所以有大名小名之书, 大观戏观之别也, 夫大观者, 如日月之照物, 物皆见其光, 而受其照, 日月未尝有流引烟, 天下已知光明, 日月未尝损其一毫, 万物已知生化, 日月未尝差其一两, 则出于道业, 以道观, 故约大观, 为中解正, 摸索自私, 使能以道观, 游卦向二阳在上, 并并昭昭, 取音在下, 其其秘密, 虽有富彩之机, 而无挫颤之情, 称约大观, 以其同日月之经天也, 日月二明, 在义华未尼凯, 而日明未阳光, 月明则阴也, 以月非自明, 受日之光必未明, 观之相, 时日之御, 以日月并极而连称之, 读者物逆可也, 离日之明, 本二阳内含义音, 若以六谣言, 则三四两谣, 或出上两谣, 皆二阳相间, 观之五上二阳, 亦与之同, 是有名之相, 然非名也, 故有日之明, 而无日之热, 有日之照, 而无日之行, 且亦于离卦所合之各卦, 如天火同仁, 或天大有, 或得尽, 得或明仪, 故真日之相, 则其得用大义于观, 观虽与静明仪相类, 皆二阳四阴卦, 而阴阳已交错, 有生化之用, 非静于照日也, 故静明仪, 与翠灵极深, 皆观之笔类卦, 其用各不同, 为灵之与观, 亦返于正, 深之与观, 依上依下, 畏罪有观, 灵以二阳在下, 畏阳之长, 深以二阳结婚, 畏阳之深, 与观翠恰相对, 此观济灵, 而能成灵之用, 灵虽有新教保明之志, 必待观而后见其成, 则以观之二阳, 当登风造极之时, 将尽功成身退之日也, 若静而至包, 则更无可畏理, 而在观, 由能发其光华, 抒其文藏, 以观天下, 而成大观, 正如八月之阳, 方当秋补星灯之时, 课成秋收之用, 以三十农作之机, 而观万宝之告成, 在天道未收敛之时, 在人世未富有之日, 天收必记之仪藏, 人父必记之仪教, 此收藏之有待于观, 而教化之必成于观也, 事观虽非大有同仁之彼, 以其十位之仪, 一族辟于济父浅述之计, 而所必及及于文教者物, 夫圣人至卦赦慈, 皆有所仿, 仿于天而未道, 仿于时而未用, 故道用有度, 得师不移, 官已仿于天日之名, 而定为官, 仿于天时成物, 而定为教, 上官于神道, 责之考成之功, 推化于天下, 责见显福之效, 人不外乎大官之以耳, 以官之逊顺, 扬之高明, 因之浮化, 足以测人生之所好恶, 人道之所缓急, 而后社教通神, 行教化明, 寿有余律, 所谓不律而终, 不思而得者, 非圣人只能以于私, 此官之大用, 必待圣人而后大成也, 官, 官而不见, 有福余弱, 宣圣讲义, 此官卦团词, 言全卦之一眼, 官本于官, 官身于明, 明在天会日月之光, 在人为眼目之视察, 双目高悬, 动观一切, 外观诸物, 内观诸心, 官以明臣, 非明无关, 明有自天臣者, 有自仁智之者, 而必先轻已尽, 劫已尽, 则无不同, 尘如日月, 必去浮云, 云烟必光, 虽明无见, 仁知目也, 必去浮沉, 尘污必经, 虽是无见, 故情经同意, 清明并称, 非清已至其明, 则将官迷而一无所辨, 故官之用手再贯, 贯乃清洁之意, 游人自喜, 游人自喜其念也, 喜念者, 必先有求节之心, 择面之敬及心之轻, 喜念喜心, 而后大官呈焉, 夫冠为明也, 非为美也, 为己之明, 非以求炫于人也, 故约官而不见, 见者, 现也, 现也, 有所辨也, 官己辨以, 不辰自者, 辟知浮云济扫, 日月自明, 浮沉济世, 木童自清, 不带显而见已, 世不见者, 重在自明, 官之本意也, 游卦用言, 观以取法乎天, 推用于神, 择上下之交成, 引现之欲也, 天人之慧和, 为这之书也, 天之名存乎神, 人之名存乎心, 心即神也, 天之神见于日, 人之神见于目, 目有神也, 清明在宫, 智气如神, 天人相通, 不敢自服, 成之至也, 故不带见而有福以, 福之至者, 余余浑浑, 太和无见, 阴阴运运, 纯而不耳, 故曰愚弱, 焉福之至, 人天交感, 得用无穷之慧也, 又愚者高出在上之下, 如日月中天, 普照万方, 人之双目, 在额之下, 一族已远助一切, 而万物无不在其观中, 故曰愚弱, 或未万见二语, 乃祭祀感福之慈, 其意故通, 燃观之大用, 不在祭祀, 而在献福, 以仁之身, 本出于天, 其成直通于神, 无时不敢服也, 不必呆祭祀而后然也, 不过人神之福, 再于远聚之灵明, 及观之所由成用, 所谓人之神, 与天之神, 同此光明者也, 而光明之者, 必由清静而来, 清静不耳, 则无时不光明, 无时不敢服也, 故在圣人, 时清时静, 勇气神明, 而在恶人, 斋戒慕欲, 亦可奉赐上帝, 足见仁天之通, 全在精静洁净, 此佛道各教所同众者, 为能清静, 乃能光明, 为能洁净, 乃能诚意, 清明不耳, 乃于神意, 神约神明, 忍约成明, 其名统, 则其观统, 此观之大用, 在通天人而一知, 佛之止观, 道之乐静, 其诚意也, 皆智慧如神, 与如知智成正同, 为本天父之信而能充之也, 故众在观而不用见, 观至其清洁, 则成明常在, 而感福永不于, 如人之目, 与生俱生, 长柄其高明之德, 与日月同光, 此即于弱之位也, 于自从于, 游记也, 目记于同, 神记于目, 而观乃者焉, 是观之为观, 非境外观于物也, 必先内观于神, 神自观也, 观心则神在心, 观物则神在物, 为观其神位大观, 以神本虚灵, 与天神痛体, 观而能化, 则人生无见然意, 此之未福, 福者何也, 太何无畏, 唇依不已, 则如日月之名, 万古如斯, 而天下须备其德, 而天下须备其德, 共生成化欲, 以气无穷, 此下人所谓下官而化也, 为圣人之教, 可与辟公焉, 以天下万事, 灭不同其德用也, 故更古而有光明, 观于余若二字, 又可知其身成化欲之自然自在, 与中庸中何谓欲之道, 时宜至也, 读者当神诸, 团约, 观观而不见, 有福余若, 下官而化也, 大官在上, 顺而逊, 中正以观天下, 观天之神道, 而四时不推,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以, 宣圣讲义, 此生是团词之一也, 观观而不见, 以下三聚元在手, 以观之用, 在观以成其德, 达其道, 而返于天性之源, 游观水也, 必查其远, 而顺其流, 知其德, 而至其用, 方位之也, 仁知深也, 受信于天, 为人为至, 信之本德, 因而至之, 成人成物, 内外统成, 思谓尽性, 思谓反本, 观挂大用, 在因观以至其名德于天下, 天下化之, 宁其至道于一生, 身负于天, 而后观用以权, 观到乃大, 观而不见二语之意, 以见前讲, 下观而化, 至有福言, 上观以福于天性, 下观以福于人情, 内外皆福, 上下同化, 此化自, 集中拥为天下至成, 未能化之化自, 实由信德至之, 所谓人物痛臣, 天人合一, 则由大而物化, 自然而至, 无畏而成者, 原文有福余若, 化之至也, 上福天神而不无, 下福明物而同性, 如日月光明, 天下无不照灵, 万物无不生成, 此所谓下观而化也, 大观在上三语, 生明能化之由, 而见化之非偶然, 亦非虚与也, 以观虽不见, 不重于余, 而心常清明, 无时不成, 则无时不明, 日月之能长明, 以其成也, 人之能成, 亦如之, 为能本天日之明, 因成义之道, 顺以导之, 蓄以寡之, 利于正位, 行于中和, 而以推之天下, 则天下有不同化者哉, 观以昆和序, 昆则顺, 序则序, 顺则行之也义, 顺则受之也多, 以顺能容, 而顺能须也, 容以旧物, 则无不入, 须以淫物, 则无不容, 风行天下, 同辈其身, 得再万物, 同安其行, 而又能挤己之臣, 推己之人, 由日月中天, 岁时有序, 寒数不二, 身杀无虞, 则中正之得也, 以挂二阳在上, 四阴及余下, 内有六二, 外有九五恰得其位, 以红其道, 是其实, 以充其用, 此中正之一也, 及中庸中和之德, 所以未成名之本, 信道之先也, 故观天下, 天下莫不化之, 此有福于弱之相也, 大观在上, 以立其本, 顺序中正, 以推其道, 本力道深, 臣至明智, 则不待观而兼信, 由所施而皆化矣, 以观下观自, 亦与施敬, 言以之如悖于物也, 由日月之照物焉, 先有其名, 而为天下之所观而, 故观无不化, 就寄言约明, 就故言约观, 以我之名, 成物之观, 及师也, 及观之见于实用也, 故约有福于弱, 正如影镜照影, 镜中之相, 与所照之行, 无不服也, 于弱者, 欲其福之志, 与话一同, 言话众为一, 更无不服, 所谓何之志也, 观天之神道以下数据, 即生明上观之意, 以天之道, 见于四时, 天之主宰约神, 神道即天道, 日月星辰, 何非神思之, 四时之不推, 神功之见于外者, 观以二阳在上, 天遥之位, 阳在天位, 即天神之相, 观于四时, 即知神道之运用, 神者聪明正直而依者也, 阴阳不测者也, 大而能化, 圣而不可知者也, 而观能测知, 能知知, 且能通而为义, 以施于天下, 则在乎成, 至成如神之位也, 四时不推, 神之用也, 观于此, 择之天语, 按卦向二阳父辈四阴, 由神道之运行四时, 观以阴长阳霄, 往来不息, 还本父始, 则为灵, 灵观有春秋也, 寒树也, 至灵而春, 至观而秋, 即春而暖, 即秋而凉, 谁时为之, 日之用也, 日者阳之宗, 阳者神之德, 天道有阴阳, 而阳主因, 神始主天道者, 故曰神道, 明阳之为用, 为万物生化之本也, 誓四时不推, 神道也, 非神自卫, 顺乎二气循环之术, 阴乎天地生成之道, 而后定为利也, 夫神道非玄为也, 四时来复, 仁所知也, 二气消长, 仁多媚烟, 苟见于观灵, 则可明其故宁, 神道之之用, 为成天之生化也, 寒树带迁, 春秋地晒, 一生一杀, 一荣一枯, 岂有他灾, 无非成其天道而已, 天道如是, 人物未有能为其律者, 人物兼天生也, 生于天者, 顺于天, 成于神者, 应于神, 故圣人观天道, 而令人道, 观神道而设教, 教者人道知本事, 凡所以顺天应神之道, 皆教也, 而莫大于宗教, 宗教已尽天奉神位时, 有宗教, 而后人道已全, 人道即全, 人身私固, 则天下无不服已, 浮于教, 即浮于天, 浮于神, 天与神非他, 藏于心, 发于性, 与生俱生, 观于心, 即知神之所存, 观于性, 即知天之所在, 故众在自观, 自观以知之, 外观以用之, 则神人统德, 天人共道, 则天下焉有不服者灾, 此所谓化, 此所谓福, 此所谓观, 大灾观乎, 神道之见于四时, 人道之者于教, 何以非自观成之, 断文略树其盖, 而事文则响明其意, 读者其物呼诸, 宗主复著, 夫子讲官卦时云, 断此事文略有错简, 应改正如下, 断曰, 观观而不见, 有福余弱, 下观而化也, 大观在上, 顺而逊, 中正以观天下, 观天之神道, 而四时不推,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以, 原文本如此, 内中上有阙文, 然大致不差, 但就颠倒者改正之, 以观有自观外观, 而外观分上观下观, 上观于天神, 则以为教, 下观于明悟, 则以行教, 教成而化, 则天下先福, 而观用乃并, 断词虽简略, 谨及贯见福于一意, 而适文则已深知, 以发书内外上下之观, 即行教化名之经义, 为明圣人立卖作词之本之耳, 盖断词重在下观而化, 化即有福于弱之意, 而何以能化, 则由于大观在上, 而明天时之序, 顺序中正以观天下, 而得明悟之情, 施大观在上, 即观天神时序以立教, 顺序中正, 即因天道神功, 推而至于明悟已成化, 此上下天人之道, 始终本末之用, 皆发于断词二语言外之意, 读者当戏审之, 又断词, 尚有深意, 称依词皆词至, 观乎教化本源, 而教与宗教, 事与事二, 仍多争论, 教正二者, 执轻俗众, 仍义难明, 即为教如何则能化, 立教如何则能久, 皆为有明确见解, 为之一经观卦团词之一耳, 顾夫子特阶之一告后世, 笔阶的辽然, 术教欲之不虚行, 而教化之特光大也, 弘教附著, 观之断词原意, 仍多未明, 以迷于见字, 遂未未济四之时, 而不知不见云者, 正不在济, 所谓心斋事也, 心无时不清洁, 故不在一刻之观戏, 虽约观, 实以观之用, 重在清洁, 非必争观戏也, 此意必活泼泼地看, 又约观天之神道术语, 含有玄意, 以教之来自神道, 即信道, 与中庸修道之未教, 十一亿, 后人多不明, 遂误解神道未怪诞, 以为圣人假神未教, 其非后无古人哉, 此意不明, 神人之分, 亦不可知, 而世人疑难之词多, 正未遇到不明之本音, 圣人音语, 十八名人生本源, 而世交之所由舍, 观谣此意则约观我身, 再则约观其身, 与社教正事一事, 其后人尽不悟也, 向约, 风行地上, 观, 先望以审方观明社教, 宣圣讲义, 此事观卦相词, 明权卦之用也, 观以宣上昏下, 风行地上之相, 有灯高主远之意, 先望因之, 审万方, 观人明, 而社教化, 审游观业, 省察方物, 观测明情, 未社教之本, 不然, 教不行业, 教所以化明, 正如风之行, 故因观而后设教, 教乃成, 非如医师意图讲颂于一世, 异常于幼指化于一余, 只为交也, 盖必有法于观, 观者神道之见也, 日月之明, 四时之序, 接天之教化也, 故先望以之臣其教化焉, 为其大观在上, 下观而化, 英明之情, 适地之仪, 而自臣教化也, 不以日行地上, 取火的静之相, 而以风的官位责者, 使以风行速而善变, 因时而有方, 与未交之道, 恰相类也, 不称圣人君子为社教之主, 而称先王者, 使以教行至上, 必有其位, 天降下明, 君及师也, 言先望, 即该圣人君子已, 夫官与灵意, 灵起自下, 则由内而外, 观发自上, 则由高而悲, 故称先望, 众在位也, 灵以阳身阴降, 得时之圣, 观以阴行阳霄, 用时之恒, 恒则不变, 得用乃大, 故称先望, 众在久也, 教者化明成俗, 非一日之功也, 应时至宜, 非一时之校也, 久而伏职, 则教化越远越大, 时而应移, 则教化越广越兴, 此皆为交要道, 而观化所固有之义也, 圣人则知, 先望行之, 有位已推于下, 其事顺, 应时已至其用, 其道正, 此团子之所谓也, 天且以之臣四十之序, 为生化之缘于, 责任所取以社教者, 其功用方可辟天, 此即所谓神道社教, 天下显服者也, 神道者天之道也, 因观而后者, 故先望之教, 亦因观而后大, 后人苟欲兴教化明, 亦当取法乎观, 大灾观乎, 风行地上, 风无时不行, 教无时不力, 人天一贯之道, 时自此起之也, 夫圣方观明, 为取法官之用, 而设教成化, 为至成官之功, 此故一世, 然有本末始终之一焉, 盖观不含句子二义, 及人己同观, 内外共敬之道, 官于明晴方俗, 而后有诗教之方, 应于教行化成, 而后至于明知效, 二者不得诗其一眼, 有日之光明, 而后四时成序, 有四时之代谢, 而后生化成功, 人之余教, 非如观令之言, 亦非如母爱之子, 必兼有之, 时刻化成无机, 故畏教不难, 而行之难, 行教不难, 而臣之难, 畏教自我, 行教自人, 臣教则仍我所供者也, 教之臣也, 如风之行, 如雨之论, 如日之宣, 此天道之鉴于四时者, 若非其时, 则皆亥予, 久风避雨, 久汉避孤, 久辽避腐, 非其地也, 亦如知, 当下而寒, 欲冬而热, 皆亥也, 为其不时而至也, 人之为交亦然, 礼义人质, 有所依也, 得义俗, 明书本, 苟非所依, 善亦恶予, 私教之不行, 行之不成, 非不教也, 不得教之道尔, 此圣方观明, 实设教之本, 而莫非法于四时之不推尔, 故圣人以神道设教, 应于观业, 关于天儿之立教之义, 关于人儿之行教之方, 关于人己, 而知成教之道, 教者圣人生成之德, 为御之功, 其智之于成, 乃若此不义, 则有明情方俗之不义也, 然不义者, 有可义之道, 所谓生同性, 性者天所欲, 因性而交之, 则无不服, 此断此特皆神道二字也, 神道者止于心, 沉于性, 通于天下, 一夜, 中夜, 何夜, 必先查其中, 而后的其一, 必先查其偏, 而后至之中, 必先查其乖, 而后导之何, 而必即先刻意焉中焉何焉, 即所谓逊而顺, 中正已观天下者也, 明乎此, 明乎此, 足以言神道社教义, 向此恐人为明, 故以审方观明四字, 身世其义, 读者物为语团词不同也, 初六, 同观, 小人无就, 君子令, 宣圣讲义, 此观初六谣词, 言初谣之用也, 观以观人为本, 而以己成人之观为用, 人己同观, 思尽观之道, 初六处于下位, 位因位之时, 虽可以上观高明, 就负得实见之义, 比于人之童年, 仿于大人, 以增其之事, 而非有己所物, 皆于外物, 以助其技能, 非己所安也, 故约同观, 言所观即幼稚, 所得即为细耳, 如小儿在家庭间, 习见习闻, 无非日用许常之事, 在乡里间, 有交有接, 无非理俗来往之情, 则所观者既平庸, 而所得者当悲哀, 以其取故不多, 而志意不大, 欲故不广, 而容易有限也, 盖出六位悲而信诺, 时早而心略, 其志与情皆如此, 则其成就亦付如是, 顾名之同观, 而小人用之可无就也, 小人无就者, 仍以其同志昏昧之时, 不与生则也, 若君子则不宜, 君子以官成德, 以官达到, 而取法于是, 其必为他日之鬼可知, 此君子小人乃至大人与戏名言, 非以德称, 乃以识变, 识之不足, 如比俗之夫, 妇女之见, 与同志相类者也, 若君子即为有识之事, 有学问以加其见闻, 有阅令以广其才智, 大义于同志也, 则不得用出六之官, 令者伪之时也, 取与不足为令, 于才然, 于学亦然, 官以立教, 教语成学, 学之不足, 及教之不完, 官之不备也, 故同观, 官之最初, 同孩之士, 小人之学也, 所为观者, 既无足称, 则所用于观, 亦不足道, 而列以为辞者, 本遥相之义, 众蒙养之教, 人莫不始于同, 学莫不始于下, 游同成人, 游下上达, 此教学之间, 人生之度, 不得烈也, 而永远不移焉, 小人所移, 以其异也, 居子所否, 以其漏也, 亦则亦见其成, 漏则亦必其境, 故此明皆知, 始后人之所取绝也, 夫出六, 非忠于悲下也, 苟观之不已, 游见已尽, 则同且状, 下妾生, 媚妾明, 小人且未君子矣, 此虽便于小人君子之用, 而其一人重在观, 观已尽其用, 则出六之同观, 正有小儿之初学, 将来成就, 何可量哉, 约令者, 明其不可小取而自令也, 宗主复主, 观已光照四表之意, 推卫焦情万方之用, 故立教必本于观, 在蒙卦与蒙以养正位圣公, 而观之谣词, 即守约同观, 其义正统, 概无国教律, 重在之切信道本源, 即良之良能之灾培发育, 使更破而充之光大之一地于尘而移, 必因同盟之时, 性情之正, 与你教养, 与你教养, 使你启发, 如灌溉萌芽牙, 续导泉源, 为之致意, 致之致顺, 责任天本末一贯, 臣名中始相成, 既非凿凿方未圆, 驱柳座圈之可拟, 故诗行如水旧下, 如风眼草, 其事有止掌眼, 此官卦本于迅昆之河, 风行地上, 风欲其行之速, 得欲其化之顺, 风言善变而不拘于行, 得言能载而莫比其后, 此虽挂意, 时皆未交言也, 故团词皆出社教义语, 以告示之用观者, 其意志深切语, 向曰, 初六同观, 小人道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辞之意, 而见同观之非大观也, 套此名言大观在上, 必以天道为观, 神道为用, 始称大观, 亦即能通天人之道, 达性命之源, 而成为欲之功, 方位之大观, 方克称观之用, 而非如同观之为细非下也, 小人道具, 言非不可观, 徒以其为同志小人所依耳, 六二, 亏观, 立与真, 宣圣讲义, 此观六二谣此也, 出六位悲而食草, 顾约同观, 六二谣虽正, 而在内, 姚义属英, 有暗昧之相, 顾约亏观, 亏者, 由内向外, 由暗向迷, 亏是也, 非正式约亏, 含有窃亏之意, 然六二居正位, 非不得正式, 而约亏者, 已在内也, 顾自从门内归自, 与亏自同, 亏从血内是, 亏从门内是, 皆有窃寺之意, 为六二在内而观外, 在下而观上, 处阴暗之意, 观高明之光, 其情景正如由门是外, 由血是上也, 亏观虽未观, 亦非观之正, 故约立女真, 言此乃妇女所为, 非男子丈夫所遗也, 称与真之力, 则知男子之不力, 与初六同观已于小人, 不宜于君子, 其亦相似, 因六二位内中位, 女子之所居, 女不言外, 所亏欲无几, 纵有所观, 无非妇人女子之道, 盖在家门以内, 所见多属家常所遂之事, 所见多官妻有交往之人, 则所由官而得者, 不过家人妇女之道, 而非如团词所述之带用也, 徒有利于真而宜, 女子以真为利, 六二的正位, 故称真, 然六二非恶也, 虽窥官不足以于大, 而女子分所当然, 女婴也, 居内儿至家事, 此天地间不义之礼, 若返之, 是将女不女, 家故家矣, 女子主内, 则男子之不疑问内事可知, 男子主外, 则女子之不疑问外事可知, 此阴阳各有其得用, 反之则避乱, 非不平也, 正所以互成其用, 故窥官吏女真, 女子之所以也, 相约, 窥官女真, 亦可宠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辞之意, 而见官之为用, 使有罪大者在也, 可宠非止女子, 乃亦男子亦如女儿窥官, 则宠也, 男子之官, 必正大光明, 以合乎天神, 成其未欲, 若六二之亏官, 既非正大, 又不光明, 思未道之可承, 而图妇女之所宜而, 再出六以同官位同寺所宜, 再六二以窥官位妇女之力, 皆以其乖于正大光明四字, 即为于大官之则也, 以出二两谣兼音, 而在下在内, 则其为官, 而不能乘己之官, 而不能达远之官, 而不能达远之官, 身居悲下, 则不能尽皆高明, 身在暗卫, 则不能宣誓远大, 此妖子所以不取便, 丑自有可耻义, 言官之为用至大, 若现于如此, 是可耻也, 然人由统而后成人, 由家而后至国, 由小一大, 由内一外, 一人道之次序, 不可不知者, 学而至于成, 教而达于化, 皆当由近极远, 由粗极精, 则出二两谣之官, 故未官之极也, 读者勿引慈害一焉, 弘教复注, 官之为用, 有大小粉末始终精粗之分, 何全卦六谣, 则可知其次序语, 圣人重在成得达到, 故于出二谣, 少说虚可, 然不可不知有此官儿, 且必审其得失, 名其利害, 方族已语于大官, 故此皆其谣, 而夫子更想产其意, 读者当戏未知, 六三, 官莫生进退, 宣圣讲义, 此官六三谣辞, 言本谣之用, 及其所官之道也, 六三居下卦之中, 为人谣之时, 卦位为阳, 而姚未阴, 阴家于阳, 有夫云必日之相, 于人未情欲必信之时, 必则不明, 而官不成, 官之不成, 则贵百官, 百官有德, 则光明自负, 姚慈约官我身, 即反官也, 身者性也, 身之本也, 人身为性为本体, 为真我, 性外之身, 物也, 身外之物, 义物也, 物皆足为性之弊, 不察而辨之, 则物我莫分, 主客莫定, 而将终于内获, 不得光明之境, 六三前后皆因, 以有众因谋义之相, 而以阳位欲阴遥, 又有群因交臂之情, 此为大官之阻碍, 官德之障害者不少, 所幸者以阳位在中, 与九五相应, 依挂位之术, 与上九相符, 而德自觉其慧赛, 反观于本来之真, 此观我身乃破于物, 而不得不求知信也, 困于望, 而不得不所其真也, 我身有真, 不见诸望, 我身有信, 不愤诸物, 此观之为用, 由事而静于道, 由人而返诸天, 是义人道根本功夫, 而未观用始终图静也, 盖我身有本有末, 由始有终, 天性本也, 始也, 物欲末也, 终也, 由本而及末, 始而达终者, 成之智, 自成名者也, 由莫以素本, 终以反始者, 学之道, 自名成者也, 自成名位之性, 自名成位之教, 因其位名, 而后反观我身, 此教学功夫, 集中拥修道之位教, 教成于观, 观归于性, 集中拥率性之位道, 身兼有性, 性即生, 观身即观性, 观性即观一切, 一切莫不出于性也, 唯能观性, 乃能观一切, 以性贵本, 一切其莫也, 不知本, 无以明其莫, 譬如观水必查其源, 观目必查其根, 信者一切之根源, 不得其真, 又安恨便其孰望, 不得其实, 又安恨便其孰须, 此观性, 原为观一切, 姓名一切同名, 则观我身, 直视观天下, 一观而万象俱见, 万物俱明, 故约进退, 言其上下彻也, 进退由本末始终内外之矣, 与俗与横数好改相类, 即一切也, 一概也, 以我身足以概一切而无余也, 相约, 观我身进退, 为师道也, 宣圣讲义, 此身言谣词之矣也, 道自以助义, 即一应一阳之味道道自, 一级中庸率性之味道道自, 一级行上之味道道自, 盖道由路也, 上下身将来往之路也, 即谣词进退二字之所致, 进者由此道, 退者亦由此道, 顾约为师道也, 我身及道, 生而有信, 即曰信道, 生而为人, 即曰人道, 生而受命于天, 即曰天道, 生而通诚于神, 生而通诚于神, 即曰神道, 道义也, 以其明明之, 此谣词以观我身进退, 而事相则曰为师道, 言为师所生之道依据于耳, 生而依据于道, 正如行之游路, 行不游路, 将何以行, 生不游道, 将何以生, 而此道时与生同聚者, 故不必求于外, 但反观我身, 则得之语, 我身何以见其为道, 则由进退之间见之, 即如弃之身降, 物之往来, 天光上下, 日月分明, 皆此道之者也, 而我身实在其中, 忠庸曰, 道义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足以证明进退之皆为道理, 夫进退之义, 隐而生之, 则如生之与死, 成之与拜, 贵之与见, 父之与平, 贵之与愚, 强之与弱, 皆尽与退之力, 皆莫不寻道已行之, 大者如日月往来, 小者如草木融粹, 皆相未进退, 一进一退, 不差好数, 此即亦因亦阳之道, 消夜长夜, 深夜化夜, 莫不与无声尽退同, 观其, 知其余, 观在我, 所知达呼天下, 此观我身, 为大观之始终, 实非同观之止于小人, 亏观之止于妇女, 可相比拟者也, 故事闻以一道字, 名其所观, 不仅为一己也, 不仅为一事也, 不仅为一物也, 人己是物, 皆在道中, 观而得道之所始终, 则天下我所逃亿, 故观我身, 人道也, 亦天道也, 事物也, 亦性命也, 而何以闭关, 则由事物之以凡, 人欲之以甚, 将有阔而失道之余, 如云物必空, 不见天日, 焉成闷地, 不睹河山, 则将何以为道, 又何以臣其得哉, 此反观之必及也, 反观而得, 则推之无不得已, 事观我身, 乃大学问, 观卦为三上两遥能之, 以人顺情之义, 而反性之难也, 为甚至之其难, 则求其义, 知其义, 则智之难, 故应六三上九, 事物分成, 情欲充斥之时, 而奋起以反观所生, 须道之所在, 乃不至因物害道, 因情害性, 性道既得, 我身一朝, 此官之所以为大业, 中和之德, 为御之功, 兼于世观中至之, 兼于世观中至之, 顾谓师道三字, 及成道之好使, 而亦成名之书即也, 读者已与中庸全书冠通之, 方既已尽其用焉, 方既已尽其用焉, 宏教附著, 官卧身, 誓之指功夫, 至成名, 至中和, 皆自此时, 向来仍未助益, 以为与初二遥之观同, 实施古人立辞之指, 讲义特念出之, 读者仪器未焉, 六四, 观国之光, 利用兵与王, 宣圣讲义, 此观六四遥词, 言四遥之用也, 观之待用在观光, 上以观日月之光, 而明四时生长收藏之用, 终以观国家之光, 而定修其至平之道, 下以观明物之光, 而得玉化财成之灵, 此圣人以观光为贵也, 光者譬如日月之灵, 草木之华, 情俗之鉴于外者, 亦知之行于物者, 皆光也, 而观者亦有先后轻重之取法, 为其位与识之所移, 体与用之所合也, 观之六四, 在上卦之时, 破境九五, 上义上九, 接阳也, 下连六二, 语出六中接六三, 接阳也, 本遥又以众义, 居乎其间, 有如大臣之职, 载父之位, 上卿其君, 而为群下所沾仰, 故有观国之光之欲, 非父如前各遥所观者之徒, 且近乎生也, 观至此, 静于大观之佑, 而未成己之后, 成人成物之时, 由明德之吉至平, 中和之敬畏欲, 内有以臣之道, 外呆推其痛臣之功, 以有记名之德, 人正望其共鸣之教, 此君子臣道而达得之日, 亦即观卦, 自观以为人观之时也, 观国之光, 自观也, 亦为人所观也, 居子学之未成, 先求观于人物, 学而己成, 则将更作为人物之观, 是六四之观, 乃亦己之有所观, 共以成天下之观, 己之所得者, 不藏余生, 己之所知者, 不迷诸众, 此中庸臣民而至余化, 大学成正而达余至善, 实诚信之道, 己无妇人己之书观, 故诞约观国之光, 不别其为人为以也, 夫官必有所见, 而光为罪, 国光, 由国家人物典型, 制度威鱼之类, 而教位罪者, 以教之化, 正如光之照也, 人民风俗, 地方秦态, 皆观教化, 亦皆国之光也, 故观者察焉, 未将以推至其用, 成为大观儿, 是六四之观, 非止于一观而已, 必有所成, 则以观成其用, 以为国之治平, 民之化欲, 故约利用兵与王, 沿江卫王之兵, 而助王以成其治平, 鸿其教化也, 不约成约兵者, 众在教儿, 教众在师姿, 师尊而后教大, 故不改成, 而以兵呆之也, 或约兵王游克钦之力, 乃亦博浅识观光之相, 事故可解, 而非原词之意, 盖观卦自出至上, 全化六谣, 皆众在观以成用, 以己观成天下之观, 如日月之有名, 以为天下名也, 由同观始, 自幼学也, 自以窥观, 自家道也, 尽观我生, 自成己也, 再尽以观国光, 则有己而即成人也, 成道尽性之次第如是, 行教力学之次第亦如是, 有必至之之理数也, 六四之官, 己由内而外, 由家而国, 由己而人, 乃官之敬于大臣也, 顾兵王之义, 即言为国之师, 而若王之兵也, 正教合一, 则望游兵, 居及师也, 正教分行, 则望主治, 而师佐之, 如兵主也, 而文艺颇含有福官从政之义, 及大学明明德之义, 必以置品位中极, 则观之成用, 必以成教宣化位中极, 不得图示于一人之谜, 而不顾天下之谜, 则学成而, 是, 道成而用, 乃天性之常, 亦观卦之原一也, 故约利用, 言以此为利而, 名之所望, 王之所尊, 上赫不利哉, 相约, 观国之光, 上兵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姚慈之义, 言上下之所上, 而有必兵于王之事, 不许其独善而隐居也, 以六四逼近九五, 因乐旧阳, 阳乐求阴, 刚柔协和, 有必然尊亲之事, 尊则尽智, 亲则爱智, 敬爱不迁, 乃兵主之相, 故此恕之如此, 学者须知观之用, 在圣方设教, 而交之设, 必由上位, 师之所尊, 不必为也, 则不居上下, 苟有位而兼为师, 自无兵王之称, 若为智而不克当师, 有待于兵里下贤, 以左王之位, 是六四一遥, 由下而上, 顺序之相, 此所以与九五有别, 若九五之官, 已在位里, 自无兵主可分, 读者勿逆其文, 而勿解兵王之义, 已为古人正教未分, 不得有兵主之称, 要知正教不分, 居师故不同也, 不分者, 居兼师, 非居及师, 且居虽兼师, 人不费兵贤之礼, 以天子亦有师也, 六四指贤人在下者言, 非指君师, 亦非指官吏, 乃亦官用众在成教, 而人人皆有做师行教之则, 则在下有可以所官兵于王, 而致之于用也, 顾力用具, 实为六四谣之大用, 义官卦成用由己推及人之序也, 九五, 官其身, 君子无久, 宣圣讲义, 此官九五谣辞, 言本遥之用也, 原本官其身, 后人物与上九词错, 经改正之, 九五居全卦正位, 有天子之尊, 得位成时, 如干之九五, 乃大官在上之相, 正与日月中天相似, 居中诸外, 在上府下, 摩索不见, 摩索不照, 四九五之官, 乃全卦代用告成之时, 即官到普及之日, 由上官下, 由我观众, 人己同名, 天下笛定, 诗所谓积析光明, 书所谓先费四表, 乃君人之德, 照灵与内, 而生成万物, 至公位遇者也, 祈祷虽多, 不外乎观, 观志则得志, 观之所得即为明, 此所谓明明得于天下也, 故人众在观, 观其身, 其指人民, 至万物, 至天下一切, 而众在观明, 此曰观其身, 愿不独之明, 世文则曰观明, 以明先于他物也, 其身者, 明物之所生, 亦其信也, 情也, 生成之本也, 应观而得其道, 择立教之所本, 应观而行其得, 择成正之所本, 皆莫名敏夫明, 莫外乎观也, 与六三观我身所观同, 而人己不同, 所明同, 而巨系不同, 必有其位, 始刻明其得也, 故以得位本, 以位位用, 得之不胆, 不足观也, 故曰君子无咎, 以君子祭聚其得, 私足充其观, 而智之用也, 君子之德, 何有见之, 则在以前数了所观见之, 既观于同, 实负观于家人, 更尽观我身之本, 以实天性之源, 又终观国家之光, 以阳师教之列, 择其得之以成, 可之以, 故无旧者, 严其非图雾外观, 而好未夸大者也, 内部族者, 部族以言外, 己部族者, 部族以吉人, 经欲一人之所得, 而为天下之名, 平日之所思, 而被天下之事, 其所赴就, 名义严严灾, 苟非君子, 当不免疫, 故瑶慈言君子者, 众在内观之以成耳, 相约, 观其身, 观明也, 宣圣讲义, 此生民谣辞之意, 皆是九五之官, 与前有别而语, 为九五有其得, 在其位, 足以下官万名, 而者其敏德, 发为正教, 以成天下之官, 由日月之为万物明也, 上九, 观卧身, 君子无久, 宣圣讲义, 此官上九谣辞, 言上谣之用也, 上九在全卦之中, 居上吉之地, 与前属遥不同, 物吉则变, 变则反其始, 官变反魏灵, 则非复官之用也, 而旧官严, 上九乃大官继承, 全用告终之时, 由日月之江西省, 岁月之江改换, 其得以退藏余命, 其用以反求诸时, 故瑶慈约观我身, 即反观也, 与六三之词同而不同, 反观同, 而未用不同也, 六三反观, 先求诸内, 将以为外也, 先胜诸己, 将以为人也, 上九反观, 则因人物已成, 内外并至, 功臣身退, 人海我素, 即位欲之后, 得志而道明, 人至统臣, 人臣而己臣, 无畏之时, 无可畏之静, 则不负静, 而随天道已退修焉, 故约观我身, 重在百本还原, 而不图持于外, 以望其内, 图众其人, 以望在我也, 是与九五恰相对, 九五以己之继承, 推之即悟, 故纵在外, 上九以仁之同臣, 反而求己, 故纵在内, 而皆约君子无救者, 以为君子能知也, 君子内书其身, 则思外善天下, 外臣于物, 则思内全其身, 内外魔所不宜, 则进退魔所不当, 故皆以君子称, 若非君子, 则内有未备, 或即于外达, 外若以心, 或望于内省, 世皆有救, 而不免人己同物, 四九五之无救, 重在德, 得逞而后推及天下, 上九之无救, 重在道, 道恨而仍返保诸身, 其用一眼, 苟无得者, 不足以善事, 而强卫之, 以幼就已, 苟望道者, 不足以书生, 而强求之, 亦有救互, 为九五之外观, 在己成德之后, 上九之反观, 在天下同名德之后, 所谓人己同志, 内外同静, 乃能无就也, 且上九无久, 叫九五为难, 则有位者欲尽, 功臣者难退, 九五居可畏之时, 人皆知尽取之德计, 故怀道已违世者少, 上九当无畏之日, 人或望退休未知己, 故为时已遭获者多, 而君子则不然, 君子尽一道, 退一道, 道与实行, 因实未立, 故出处皆免于就, 此断此重在观天时与神道, 天时神道, 禁忌有功, 退避有利, 功利不失, 以为万物之生成, 如春生秋沙, 夏长冬霄, 祈祷痛也, 当其时之遗耳, 而君子法之, 进退皆免于就度, 相约, 官卧身, 智慧平也, 宣圣奖励, 此身是姚子君子无救之义, 而见反观之何道也, 上酒虽在得行道力之余, 而知识穷属尽之计, 智虽欲用, 事已不许, 唯有体天道之消息, 应神道之退葬, 而自返求余生, 以常保其道, 此所谓智未平者, 在人情未未平, 在天道则恰得其平也, 如古秋熟, 树成才, 正荡常享荣誉之时, 乃反遭割裂摧残之害者, 以人情言, 岂非不平之圣耶, 而不知天道, 功臣者退, 实智者灭, 乃数之所定, 力之所移, 虽若不平, 实事寄之余平也, 居子法之, 应不平以求其平, 当明得及于天下之时, 乃反而求其道于心生性命之内, 正所以应消长之术, 为地善之徒, 故道得日心, 教化日永, 而大观成已, 读者余为平二字, 上戏为其经一栽, 宗主父主, 夫子世观卦九五, 上九两摇摇辞互错, 应改正, 及九五观其身, 居子无久, 上九观我身, 居子无久, 亦为其字, 亦为我自, 今本而前作后, 与缘亦不合, 以九五乃在上位, 下观众云之身, 故约观其身, 上九乃十位以穷, 即则必反, 故反观我身, 与六三同, 此因十位所移, 误我所义, 或为内观, 或为外观, 观同而所得不同, 自初遥至九五, 皆由内而外, 由己而人, 以尽其信之德, 而臣己臣物, 至上九功臣身退, 人己同臣, 乃又反于内观, 常乐我尽, 此君子能很久不变, 如日月之常明, 与万物之随时自化者有别, 故瑶慈皆明君子也, 且观我身在三宇上瑶, 以三位下卦之中, 上位上卦之境, 苟推而反其上下, 则三极上, 上极三, 世皆有反观之机, 而得观我身之称也, 为平平自, 夫子以明示其义, 人或有未达, 特为申述之, 凡物皆不平, 而始终义, 始平者中不平, 上窑居中, 故与以下各窑一致, 由约不平凡也, 言与前各窑不相类, 不相等, 而独别其志去耳, 正如君子出处不与凡人同, 行之不与众人偶, 虽能极流永退, 以臣其反观之行, 是所谓至未平, 食言君子之所报, 不与平常其, 而过战无救而, 不然, 贪未练权, 不负自反, 则统于常人, 而难免高为之救骨, 此因观卦二阳在上, 亦便未包, 及时自退, 则服于太之指平, 施机囚禁, 则导于包之独立, 此一进一退之别, 恰与六三谣词相应者也, 学者省之, 宗著书述, 观之以灵, 亦网一复, 亦反一阵, 食一卦而为二也, 然岸之卦相, 临位坤对合, 官位训坤和, 同一坤也, 而仪在上, 仪在下, 而临之对, 与官之训, 亦为少女, 亦为长女, 兼音也, 虽幼四卦, 食指三卦, 及坤对训事也, 坤痛三一, 独阙离者, 离与坤何则未尽, 尽乃坤之得干气最终合者, 灵官之便未翠与生, 翠与灵亦反复, 生与官亦反复, 其卦瑶之音阳同, 其卫则亦, 同者其体, 亦者其佣, 故灵之与翠, 官之与生, 有相类处, 然终亦以官赐灵, 而独取其往复之弃者, 为灵位有余, 官位不足, 灵位刚胜, 官位柔胜, 灵位进取, 官位退守, 其得用恰相反相成也, 以灵之断此言, 至于八月有凶则遇官也, 弃穷则遍而, 灵以十二月卦, 至太位春, 阳之长也, 官以八月卦, 至否成东, 阴之圣也, 阳长则阴霄, 阴盛则阳福, 此天地不亦之礼数也, 事官卦带灵, 应位灵之霄, 阳之辟, 而八月之时, 则阳游位穷也, 官用阴赦阳, 以昆玉絮其为阴之长, 日静于坤, 其得未顺, 其用未静, 亦和于坤, 此亦呼灵也, 灵之对则静于前, 天亦深睡, 则的阳气之化, 如日光之真位云与也, 故对虽少女儿用能浮潜, 阳气的身, 以坐行剑之道, 而携大身之功, 此灵之辈四得有同于前也, 而官则反是, 雇用官者, 当先知知, 官昏与讯和, 共似阴阳在下, 而阳阳在上, 恰如仁阳观, 阳主身而在上, 阴主降而在下, 上下故交, 各臣必备, 有旁观之相, 阳极未光明, 阴明未慧至, 二者相比亦臣美观, 如邪阳照云气而成诸霞, 即日云云色而未红明, 亦可观之相也, 故名约观, 言有物也, 有物则有文, 有文则有相, 观其相, 查其文, 明其物, 则各智之道也, 故圣人因观而设教, 因教而众神道, 神道以名, 教化以成, 而天下先福, 盖莫非有余观, 仁观于圣, 圣观于神, 神功运行, 天时顺序, 观天则知日月之明, 观德则知山川之力, 观仁则知生辰之道, 观物则知交际之理, 观于此者明于彼, 观于前者明于后, 有观史有明, 故圣人上观以真于明, 佛言止观而生定会, 如言成而明, 其道一也, 皆仿于观卦之一也, 故称大观, 有观史之其大, 不观则天地有无物也, 旷其下者乎, 观之二阳在上, 正如日月之今天, 江河之行地, 人之双目光明, 夜之灯竹回皇, 皆有可观而能观也, 乃能成其用, 在天为光明, 在人为智慧, 莫非观之所成, 故观卦以人与神, 以神力教, 为第一一焉, 夫观卦要义在观, 观天则知天时, 观人则知情俗, 而因观已成观, 是为人己同观, 天人共见者也, 观天时之行, 人物生成之本, 观禀情之义, 风俗习上所观, 则必有以顺循之, 导正之, 顺循者, 因天道以利人道, 导正者, 因民族以利名教, 何而言之, 则断此所谓神道社教誓也, 向此曰, 风行地上观, 先望以神方观明设教, 盖身术断此神道一语, 而见教之能化, 天下之能福者, 非徒教也, 必先有其道焉, 道者何, 即神道, 神者何, 即天道, 天道, 天道渐鱼四时, 神道者鱼日月, 而人应之, 则性命也, 性所以成天之身, 命所以推神之律, 不外二气相构, 刚容相交, 营养并行, 深化不已之律, 故神道义由约信道而己, 人性无不善也, 以灵明同于神, 神功无不便也, 以虚为父诸性, 诚信存存, 道义之门, 神道社教之位也, 各阵性命, 宝和太和, 神道社教之位也, 神为阳德之尊, 故主于天, 属乎前, 儿门西乎阴, 并乎坤, 此二气永相随相当, 如师友之切磋, 夫妇之畅合也, 为其相为相成, 乃能遂其生化之用, 为其相簇相及, 乃能达其调祭之功, 此天道神道, 举欲阴阳消息臣其得也, 而观者焰, 阳少阴多, 似有不谋, 而阳在上, 当消之时, 则其气存而易语, 得缓而易和, 与太否之相识太过, 灵之相逼特圣者不同, 故罪于余相生相成之用, 而圣人因之以色教焰, 教之为用, 正如是耳, 人性痛也, 而情各疏, 同则易入, 疏则难久, 必因其善者耶之, 恶者易之, 明者生之, 慧者省之, 而后归于义, 义者信也, 道也, 神也, 天也, 义而后无非于所生, 则有慧逸者, 必始知其, 其而后依, 此话也, 福也, 世交之用, 慧逸道易明者也, 移莫过于神, 则教之仿于神道, 义礼之必至, 树之必然也, 神道之依, 即由四十步推可以见之, 所谓至成无习, 悠久无疆, 天之道也, 圣人之教, 亦一事而定其择焉, 此神道社教云者, 非必祭祀礼拜供奉须呛呛也, 违法神之一, 而智之于教尔, 神无不智, 教义无方, 神无不通, 教义无类, 神上下接障, 教险于童话, 神体用兼盖, 教本末皆备, 此神道社教之概念, 而最要者, 本神之灵, 智教之效, 施神之德, 智教之功, 神以无畏而无不畏, 教义如知, 神以体经用红, 教义如知, 神以高明伯后, 智其父载之德, 教义渊源广大, 达其律程之功, 神以敲掌刚柔, 智其不习, 教义谈思默契, 化于无形, 故神与教, 同其用, 而义其功严, 为之神道可, 为之人道亦可, 盖神非他, 信所固有, 气所肃通, 安德勿为其代, 而理为怪异耶, 向之以风行地上似语, 欲神道, 亦欲教化, 观明社教亦语, 言教化, 亦言神功, 以神为一切之宗, 妙万物而为言, 二气之良能, 行似时而无改, 故以向教之功用, 观之德也, 要知天以神道而成天道, 故万物生成, 圣人以神道而成教化, 故万民化欲, 死教并父载, 参生化, 而其天地之德者也, 若无教则何以父三才之称, 而全性命之本原哉, 燃教之所致, 乃如上述者, 非仅为师弟校舍之讲习, 文字一文之勤勉敬也, 必有以身成思明, 而同归于信道, 左右神道, 而知臣其位欲, 方得为教, 方得为神道设教, 盖自古圣人所立之教, 方足称之, 故不问其为宗教否也, 宗教之教, 果乖此义, 亦兮以明教, 非宗教之教, 苟何此义, 亦兮不明教, 亦虽不分宗教, 实则上古圣人之教, 如道如者, 皆是交耳, 果宗教乌, 果非宗教乌, 愿后之独是担死者自辨之, 是科卦, 正下名上, 宣圣讲义, 是科技灵官之后, 为官卦善辨之相, 官为二阳四一, 是科语分, 为三阳三一, 灵官之阴阳未教, 是科分则悟错, 此故天地地善自然之序, 意义挂向树推也之大则也, 由二阳变三阳, 由分力变交错, 即如世界万物万事, 由简而凡, 由分而合之力, 元气树必至, 深化必然者也, 是科卦象, 虽三阴三阳, 而互相交错, 虽阴阳交错, 而上下始终, 人配至分明, 尚未阳, 初一阳, 独九四一阳, 以阳居两阴之中, 于是下为二阴一阳已成阵, 尚为二阳一阴已成离, 何而为火雷是科, 若四阳便未阴, 则成山雷疑, 是九四之一阳, 有四于疑中寒物, 此即疑中有物约是科之未也, 以以二阳分居出上, 四阴在中, 两端时而终须, 顾类于鱼, 中有九四之阳, 则类于中寒物, 此去云是科之由来也, 是, 涅也, 食也, 科何也, 何而涅之, 未食物之相, 内需而得物, 亦未得食之相, 以科有口之何, 是有口齿之咀嚼, 与人之时时相类, 故传是约是科时也, 而序卦又约, 科者何也, 可观而后有所何, 所以自观, 则又因食物之意, 推而及于物之有何也, 有何者, 如人与己志同道何, 相得无间, 如人与物, 情轻心爱, 相须恐应, 以彼此皆乐得之也, 如不欲, 则不能抢何, 抢何之何, 非真何也, 其中必分, 此序卦以事科为何, 必应于可观, 可观于外者, 其中必成, 可观于忍者, 其己必明, 忍己同观, 则无间隔之情, 内外同明, 则无以内之律, 此所以有何, 而无于于中离也, 盖以观之二阳分于上下, 而更以九四一阳, 照于阵中, 则上下中外无故通明, 而刚柔相调, 终始相应, 其得何也, 不亦一呼, 又如人之时物, 必应父之机, 而后欲得之, 必应时之美, 而后愿得之, 非可强人以难时之物, 愈人以不羁之时也, 苟不羁而时, 不美而时, 是为也, 非何也, 何者, 一夜, 当夜, 当其实, 以其事, 则自何以, 故事可为何, 而取欲于时, 其意义可深长似义, 是科与分位往来挂, 所差在中谣三四之音阳道志, 是科为六三九四, 分为九三六四, 以中谣言, 则是科何于未济, 分合于济济, 则是科不利于人事, 分有利也, 应是科上纲, 分下纲也, 以权挂言, 是科上临下正, 正位长男, 离位忠语, 则上阴下阳, 分上更下灵, 更为少男, 则上阳下阴, 以挂一言, 是科何于态, 分何于否, 则是科利于智道, 分则否也, 则是科克服事运, 分则未也, 是科以刚进场, 而得应呼上, 分以柔见下, 而得物于中, 则是科以于内智, 以整智济刚, 分则以于外观, 以书扬华美, 是科服于法智, 以身名欣赏, 分则服于文质, 分则是科为波乱反正之道, 分为宣化安明之时, 分则是科为故本定基之功, 分为增世物观之慧, 故事科以流于严刻, 而定乱反仪酿乱, 分意趋于浮夸, 而又文反仪骇文, 此用二卦不可不知者也, 夫事科以的实之相, 欲人民可以安身之义, 以有何之义, 欲国家可以获助之情, 是安内攘外之机, 安方定国之计, 不过所虑在苟安而无远至, 幸乐而忘大患, 顾得实者, 须知实之北义, 而其无负于人, 有何者, 须知何之为奸, 而并尽其在己, 此人重在观也, 观己观人, 观内观外, 通明一切, 着力不宜, 达于天下, 自守福师, 则是科乃有成之相, 此断此所以称为亨也, 亨通也, 得实成为, 无往不宜之为亨, 是科技灵观之余, 有大名之相, 而上火下木, 木火通明, 有动达之相, 是在用者善智之耳, 挂去于时, 明明以时未贵之义, 又生借贪之讯, 时净乎贪, 贪则反贵害, 得实者之己一戒也, 明之所以犯法者, 莫不由贪, 其下者, 莫不由时, 真实而后送, 贪求而后恶, 此事科之必也, 不合之时服食, 以时服贪, 责恶者为善, 送者得合, 责成的事科之道理, 故约利用欲, 欲因真恶而赦, 无真无恶, 和欲之需, 可知用欲者, 将以锦贪而胜食也, 将以明观而知所合也, 和者合也, 贞则失和, 恶则伤和, 皆贝于和, 皆怨于贪, 起于时耳, 此事科以时的名, 以和之用也, 夫圣人至事, 不得不鲜明时, 而有使者, 必先盛其所求, 故足时未至到大端, 而借贪义至名调德, 天下无不实之名, 亦多贪求知情, 不语知时, 故非人道, 若不借其贪, 亦乖智道, 此事科应时而私用欲也, 凡人之情, 不得时则求实, 以宝宣则求多, 为时则献人之宝, 以时则望人之机, 时之未美, 则物高粮, 时之已干, 则望困苦, 凭者多度, 负者多力, 凭者多求实不得而为道, 负者多厌欲无止而为宁, 顾负负之质不同, 而真恶之害难以, 此欲之所由用也, 事科应其所致, 推其所缘, 乃至为卦谣, 发为此具, 深探本末, 尽速忠实, 而以时未交, 以何未言, 使人民之时之所观者众, 何之所系者大, 不殷勤以害性, 勿以害道, 不将本以为我, 小以为大, 则深深之理顺, 而天下同安置已, 顾名曰是科, 亦挂三因三良之挂, 多数吉利亨通, 以其器数相当, 刚柔相得也, 其不及者, 如否未继等, 则以阴阳背持, 刚柔失调, 此由器数身降入于, 消掌一时, 而与他一化成正反, 如否与态, 未继与继继, 皆以正义反, 太极则否凶, 即即亨, 则未即赛, 此正往复之道, 心肺之机, 非观仁是, 而仁是应之耳, 若是科与奔, 虽未往来挂, 而皆三因三仰, 交错踪杂, 其始终皆仰, 内外皆通, 非如否太未继继之反其类也, 至义中摇三四, 刚柔各书, 其用遂义, 然所欲者, 不过表力之间, 虚实之别, 无多差也, 故二挂及胸护剑, 通赛兼该, 有如险与恒之力, 则以其交错之故, 虽不当位, 其相得之情未改, 虽非至何, 其相须之至仁存, 细胜之, 用户不同, 统言之, 相有相似, 此独益者应先知也, 不得以其为正反卦, 遂逝同太口纪位纪之大悬殊儿, 盖世科以阳卦在内, 重在充实其中, 奔以阳卦在外, 用在辉药其表, 以静于直, 以偏于文, 执先文后, 益圣人至事要则, 此父在教先, 礼居时后也, 事科以时未重, 而明人身知本源, 应时而求和, 应勤而至法, 此皆见于明智, 应于时宜, 由此推笔, 自内达外, 有必然之理数也, 后人不解此意, 直一见已断全章, 你一眼已盖大体, 遂使一教中会, 制道用乖, 无他, 学而不思, 知而不达, 为之必也, 辟诸事科担此严厉用欲, 乃推缘因时而送, 为真难平, 事必用欲, 以其之余道, 非重在欲也, 欲知先, 上有罪重之时在, 更有罪要之何在, 明必有时, 一亿也, 时必有何, 二亿也, 无时而至于真, 贪多而妄所合, 而后强者凌弱, 重者抱寡, 而后贫富若愁, 怯道私承, 而后良善师保, 家国莫安, 于事不得不用欲, 以贫之, 居之, 恶之, 护之, 此用欲乃第三意义, 读者望其一二, 而专重其三, 于事上行从法之说心, 而人道义苦, 国治义体, 岂非大贝义教者哉, 此名义之不可还, 而言智者当先求之于今也, 事科二自义婆有生意, 自居从口, 事为口舌之用, 口舌悲图实也, 反言语辩论, 居口舌所思, 且为人生要害, 事引为生命之源, 一也, 言语为一智之见, 二也, 而呼吸所观, 气息所出入, 三也, 今夜所会, 吐纳所平浪, 四也, 故养生者甚饮食, 井行指者甚言语, 众呼吸吊舍者存今夜, 皆莫不关口舌, 此为人生最要之力, 人情最重之体, 如修养者, 不先吐纳, 吊呼吸, 养经业, 则不能成道, 处事不胜言论, 交接不审辞华, 则不能成事, 事之言则辞, 亦修养之异端, 为养生之大劫, 故不独饮食关乎饥渴, 言笑通于心志也, 故事刻从口, 为名声之本源, 道之俏要, 虽尽取育于食, 食则推之可大可细, 而食物之争论, 则其罪者之用也, 事自从事, 虽未邪生, 而又取于补士之意, 盖世科成观而来, 观不云乎, 观天之神道, 而似时不推, 事科及愿思义, 明神道, 众时宜, 此所以称为何, 上和于天时, 中和于人世, 下台于悟情, 如何而后和, 则观之大观在上, 因神道以设教, 则有类于不适, 以成名神, 以树达理, 此所以从事之为一也, 何自亦然, 既本邪生, 赴取同音, 因亦皆与何通, 何必有开, 开于先, 而何于后, 此相亦也, 何必有共, 共于众, 而归于公, 此相成也, 且何又与何自亦通, 言为物多, 为类众, 将何何乎, 则莫外于道, 何自相亦禀圣物, 义状人之时也, 圣时之据曰何, 或作科方何, 时机何下之离字, 正位圣物之据, 上之去据, 有如盖, 盖亦从何, 上有盖者, 中多有物, 是非空敏也, 是科以食未逊, 其有物在敏可知, 古本作何, 向盖行也, 是科就自亦讲, 即食科中之食也, 因食而何口, 则由科之通何而广其益, 食不必皆具余敏, 而饭食则必以敏, 此名食之为饭也, 饭食乃养生必须者, 非他物可比, 故不约是而约是科, 名食之所重也, 人生饮食, 故以饭为重, 物类之食, 亦以所畅食之物为重, 如牛食草, 返除而交之, 亦是科之相, 然皆于其生命所必须, 而后能称其义, 故取欲于疑, 以养也, 以中有物, 不独指口所含交, 且是其所含交者, 为养其生命也, 此事科之用, 食生物所不可缺, 不独人类也, 人类为罪助者, 故断辞战约亨, 言此理通行天下, 皆无异也, 且生物的食而亨, 亦自治之理, 不食和足言亨, 亨而食, 食之正也, 食而亨, 亨之大也, 既正且大, 此所以通行天下无异议, 是科挂相, 三阳包纳三依, 阳守阴从, 刚容相得, 上临下阵, 黎明震动, 表力同工, 再六谣言, 阳动于下, 上出二依, 为阵发于地中之相, 阴居阳外, 阳幼包音, 有日明中天之相, 下与阳慧, 则正位刚, 上与阴慧, 则林位女, 中与长南, 刚容分明, 阳师阴影, 内外相依, 此通达之相, 虽不若太济济之平云配合, 而交错不乱, 相互成用, 亦有深沉之功, 故取欲于实物, 而逊亦未有何也, 实物已未生, 因实已成用, 此天下之通则, 无论人物皆然, 有生必食, 有泪必合, 而人未罪者, 无时不足以遂其身, 不合不足以理于成, 此凡事皆然, 无时或易也, 故意教列同仁大有二卦为序, 以招其意, 同仁者和群之道, 大有显得实之情, 此罪甚至之事也, 而事苛则兼有之, 以明中智之力, 而见人生所必须之道也, 人生为己为人, 为家为国, 或为贤智, 或于不孝, 或为贵妇, 或为贫贱, 举不外此利, 举不外此利, 必身已成, 下至于为北道, 为禽兽, 广如狼虎, 戏如楼椅, 亦莫不虚实以身, 赖何以尽, 实以果腹, 而生病以言, 何以得住, 而事业可举, 此二者人情勿欲, 天地之常, 圣人所不亦也, 乃以事苛名其道连, 养者得因以相成, 柔者即刚以相仿, 两相虚也, 顾挂瑶交错, 以名其义, 男语及阴阳刚柔, 离正及男语, 两相得也, 观相则知其义, 问名则知其道, 因挂瑶之交错, 则知何德知情, 因事科知命名, 则知实用之趣, 此读者不可不申求者也, 宗主父主, 事科为三阴三阳卦, 阳中含阴, 阴中含阳, 故取向于事科, 如口之含乳, 而时之也, 然时物不必皆含嚼, 其含嚼者, 必呆咀嚼而厚焰, 必因滋味有余, 事已含在口中而嚼之, 虽曰时, 时非止时也, 因时而合嚼之而, 故意曰何, 焉何其口也, 何口则物不外出, 可久留以细嚼之, 可久留以细嚼之, 事事科有时与何而易也, 人之食物, 恒因虚而后甘, 不虚者不甘也, 事科之食物, 亦以何而后得其用, 何其虚也, 当其时, 因其地, 为何, 凡文字中当过于者, 亦多用何, 如公文中何形何养等类, 由语言之该当也, 应该也, 事事科之何, 非图止口之何, 乃至何乎口贵, 亦非图止口贵之何, 乃至何乎时宜, 何乎时宜, 未易经全体大义, 不读事科未然, 而事科则有显著而, 事科之何时宜, 正由观而得来, 故传约可观必有所合, 言忍己同以观察之中, 而扫除一切必障, 两成相见, 如漏肺肝, 则其所合, 正如鸡之御食, 可知御饮, 相须恐及, 安得不相何无见乌, 此何自止人与物, 人与己, 情投亦得, 如水之与辱, 力背力间, 如胶之与期, 其所因者正大, 则其尘用光明, 此即取卦象, 两阳见于始终, 一阳通于内外, 阳以包音, 刚以邪容, 其相得而有何, 乃顺乎二气自然之性, 乾坤自在之得也, 故事刻以何而能亨, 何则亨, 言我所不合, 则我所不亨, 亨通也, 中则有始, 事曰大通, 此事刻之待用也, 弘教附著, 事刻重在时, 正与民生重时之一同, 以福获相依, 利害相依, 时之所重, 企图一击宝灾, 富贵贫贱, 良有善恶, 何以不与时相怨, 故意挂念出时字, 而更深以何字, 时何之不道, 则其之以律, 此圣人至名之大则也, 时起亦言哉, 此时自己名生生字, 不但只以时, 凡人生所需, 皆与时同事, 读者已准此解之, 又曰事刻一挂, 因时而即于道, 因情而即于理, 此幽静已推远, 内已达外者也, 事刻虽得时, 而仲在时之能安能久, 以时未依日不可缺者, 故戒于真与贪, 贞则不拘, 贪则不公, 不拘不公则乱, 不忠则赢, 淫乱之行, 违法已谨之, 此利用欲, 乃仙望不得已者也, 然未生物, 不能无实, 此至情至理, 可见物真, 不可令物实, 可止物贪, 不可使无实, 此圣人众名实, 为自治之本也, 亦教于此卦, 与大有同仁两卦, 皆为观明生之道, 而其只无不在均平公正, 赋以天下, 赋以天下, 天下皆赴, 则大有之义, 天下皆实, 则是科之义, 卦亦雷电何未相, 雷与电火, 阴阳相继, 此有时之相也, 离或亦未日, 日中而时, 古之常志, 此义所观圣大, 荣厚在乡, 士科, 亨, 利用欲, 宣圣讲义, 此事科论词, 言全卦之用也, 立字亦可连上亨自读, 顾文简略, 顾文简略, 神以利字, 亨利为四德之二, 乾坤二卦, 坤则云利聘马之真, 以所利有所值也, 亨当下时, 万物发育盛大之计, 历当秋时, 万物成熟收获之日, 其德用各有所值, 亨者通也, 通于一切, 通于天下, 士士科之德, 因时与何, 能行于天下也, 利用欲之义, 以剑前讲, 盖以士科之道, 含有真诵之义, 为时而真诵, 为不合而真诵, 乃不得不求其平, 此利用欲, 时事科兼聚之用, 亦所以乘其亨达之德者也, 除暴所以安良, 去真所以治和, 然后天下一家, 万类大同, 此前昏亨得之吉则也, 顾言士科之德用, 顾言士科之德用, 曰亨, 曰利用欲, 利以臣其亨, 时及士科之代用在于亨耳, 何以亨, 则已的时而有何, 的时, 人之常情, 有何, 事之常虚, 此所以为亨也, 或以事科技亨, 不宜用欲 则为知圣人至法与行之由来 人情无不多欲 为时而争 事所不免 人心无不好胜 因群而斗 亦所亦见 虽时未必须 而贪穷则不可纵 何谓善德 而同彼则不可患 此用欲因情至之失踪 而致用之未当 不得不别求其贫 以其之余意也 何以知其必失踪也 必不当也 则为是科本因情欲而成用 情欲我所致 未有不及于恶者 事科之德 本亦和何而至公 和何之间 恒意未被六之举 以善恶不一 擅长为恶所累 则真宋斗欧 则真宋斗欧 即由此而成 且仁知常情 以安慰先 求安必去其不安 事之治理 以利为上 欲利必防其不利 此用欲 仲在宋斗欧 仲在宝其安 而大其利耳 何以辞之其利用欲 即以卦瑶之之 卦正位不当 守卫失踪 柔居武瑶 因得上行 其情一偏 其智一当 偏则失忠 荡则失和 为利反害 为亨反赛 思不可以不就之 则用欲正 所以至其中和 遂其得用 有必至之事 必然之理也 然是科及卦也 用欲则非即是 而赖此以臣其极 由法恶为交善也 行永为保良也 天道以春之班值 为秋之收成 此福也 秋之肃杀 至冬之凋零 则非福也 而是以臣其福 勿劳而后时 古杀而后过 以其害正其利也 仁义法之 应欲以臣其身 应行以权其得 此天人相同之道 即是科时和 允欲兼备之意也 以本于天道 依于人情 顺于物理 故能亨通 而我所祖格也 读者当于亨利二德 分别求之 则可明是科之大用 即此意之为止 团曰 以终有物 曰是科 是科而亨 刚柔分动而明 雷电和而章 柔得终而上行 虽不当位 利用欲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团词之意 而见是科之道 及其待用也 是科卦语于同相 唯多九四一阳 故约于中有物 以类人口中含有物也 是科而亨 刚柔分动而明 言是科应时 与何而得亨 通行天下而无足 则顺以智之 其用大义 上云未柔 离火未明 下阵未刚 阵雷未动 故约刚柔分动而明 与上下阵阳分明 与正何得 有彼于男女相悟 情智相得 而阴须阳 刚喜柔 虽分而明 虽分而不明 动而有序 此为人生至道 十八姑情 指乎理者也 雷电何而张四句 以临向日 异向殿 由阳称约日 由阴称约殿 雷及阵也 以其相合 故称殿而不称日 且在阳卦之上 其用无容 不得称日 日与雷 用相反 得相违 不似殿之同类也 以挂言约于正 以用言约为殿 与天火同仁 火天大有 称火而不称日者 其义以利 皆是其用之义而称之 亦以其德之何而明之 如离迷于向日 则是科不得有时 与何之用 义重再用 用重再疑 事实之疑 而便其用 应用之力 而别其称 除非一定不改这也 即在一卦中 或前称便 而后称日 亦无不可 以遥有益用 实有益疑 各从其变 不得逆也 柔得中而上行 至离之中遥 居上化正位 而离在上 阳随阴身也 五遥未阴 顾约不当位 忍不当者 正以其柔得中也 得中则有大用 柔主商 而得未应免 顾其用 顾其用意于行欲 则不得宝 则不得宝其是柯之用 顾用欲者 正所以未成是柯之用 而全人类之身也 是柯本以阳含阴 而阳得光明 因得惠美 此力用欲 几本阳含阳之用 即本阴谣之用也 如人食物 唇舌齿牙 刚容各异 而相互未用 却云不可 则是柯虽本身臣之道 为养育之用 而必兼取刑罚之功 作景臣之徒 非相反也 似反而时相成 其挂一人重在身两也 因虽在上 而不当位 终在阳所包含之中 阳有不胆 因已寄之 非便于阴也 故此称其分明合章 而又显其不当位 以见是柯物生养之事 而图生养 不足以权其得用 正如人之需教会 而后成才 不读附数之伪及物 即教会又须鞭铺 而后达用 不读提命之为要徒 可见圣人致名 其道不义 而其只规则无书 无非非遂其身成而愚 欣赏一也 罚恶与讲善痛也 实教一也 养身与成德痛也 知乎此 择之事科之用律 实不可怀也 更就挂摇摇 нав 上殿下雷 雷垫天灰之所这也 而行语则 以臣天恩 恩有威出 则行欲 正所以乘其生养教化也 教化故在乎得 而晚耿者 必赖于心 生养故在乎才 而贪毒者 必正以法 此行法为全良善 而成正教必备之物也 圣人鉴于民情 查于势力 乃因时而思及行法 因是科而策及用欲 此本莫相应 体用相邪者 时由卦象而正得之 顾命约是科 而取向于雷电何德 刚柔相继 而取用于阴阳相成 其词虽减 其意无尽 读者善用之 至凭之道已过半语 项约 雷电是科 先望以名伐赖法 宣圣讲义 此生名是科卦象 观乎人士之用也 是科卦雷电之和 以剑前讲 雷鸣而发光为电 是水火痛气之相 电为光明 雷为威严 光明则照物 威严则证物 万物应得雷电之师 而有生成之用 以雷电之后有语则也 则雷电未成语则之用 即威光未成恩则之师 恩有威行 是以先望明伐赖法 将以成其德之也 法者不得之不悲 法者身教之未变 教行则无奈于法 得成则无庸于法 而先望有用之者 非教之不利 得之不章 使以教之难周 而明信之不其也 得之难化 而明情之以恶也 故见于天之雷电并至 为武则之先生 乃明法以招其教 赖法与明其德 法不必用 而不可不明 法不必张 而不可不赖 成以事科之相 阳以犯音 刚以西容 二气得其正道 上下或有于鬼物之中也 更久誓言 使者人情 而有道以取之以知 何者人意 而有得以别之痛之 不合于道 则实为非礼 不拒于德 则何谓作奸 为言其戒而立法 正其义而有罚 此行律之辈 正以示夫情 指夫礼 使得忠道 而归大同也 故圣人 至为定教 不知天下 贵贱不可疑 至于不可犯 上福天道 下祭物欲 中医人士 以法于雷电式科之相 彼后世皆知 法律之有起 刑法之所重也 然亦此简易略 或未尽名其故 因疑中有物 而知人之虚实 实知其真 因雷电之何 而知事以取简 道以正力 则未成其大用 必有取于法于法者 实圣人 见天以知人 因人以明天 天人之间 祈祷一致 读者推远其事 而后之意 教之深远也 宗主附著 是刻以离正二挂合成 有光明震动之意 福众为信 忠信为处世皆物要道 论语曰主忠信 能忠信 则满末之方可行 不忠信 则至轻不达 卦此称为亨 言其德能通行天下 正义能忠信也 忠信之志 内外统达 此所以无不亨也 戏意此意 当之意教之所在意 又曰 是刻二字 前已讲世 上有余意 自补述之 是从事有补述之意 古人决于所用事法 名人生于天 则反行动云味 无不觉知于天 是以时未训 饮时未养生之要事 其力害涉乌生命与四续 则其取舍必胜 有如他事之灾绝不适 以其无费余生 无逆忽天 故自从事 苛者何也 而有西侠之意 俗过作喝 即饮口饮汤水也 人之饮食 二者缺余不可 饮味食 苛味饮 苛炎之 即饮食二字 饮食皆养生之事 而其要在世 而其要在世乎天性 服于生生之德 故以何谓训也 以向眼之 是谓张此业物 苛谓西唇虾物 即开何之谓 一开一盒 为乾坤之道 而阴阳游敷出烟 生化游敷成烟 故事科之意 取向天地之生化万物 人类之生成一切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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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必与经济相成,且法律实为经济支柱, 人之生养在实,法律正所以使之得实, 实有不均则真,法律正所以使之无真, 此法律为民生利也,人民无生, 虽有法律之可言,不揣其本, 而其其末,逐渐其不济也, 大学于,得者本也, 财者莫也,此当于, 实者本也,法者莫也, 本莫不定,惜以言之, 此夫子在三言之也, 出咎,聚孝灭之, 无咎,宣圣讲义, 此事科出九谣词, 言出谣之用也, 事科全卦之用, 即使与何二大义, 观乎使者, 有何与真, 观乎何者, 有真与为, 以道的实则何, 否则真, 以正的何则真, 否即为, 何为即, 真则凶, 真为即, 为则凶, 此事忽实的之余, 与情至之当辨之, 各谣词或旧食言, 或旧何言, 而凶语即依此叛言, 出九阳洞于下, 其用在何, 与上酒香类, 故皆称效, 言其何必有效也, 效果与教同, 相继教也, 何者两于, 有于不宜, 非何也, 必教之于事物, 而言其何否, 如人之者聚, 必教之于足, 足何则和, 足之不和, 则具无用, 虽畏惧, 不成用, 是有其名, 而实不称者, 为也, 出九居下位尽力, 游人之足, 其所需者, 聚也, 应须而得其用, 为何, 即是科之义与用也, 与应积的时同义, 时已过腹, 身之所养也, 聚也饱足, 身之所安也, 接任情所及, 而凡人所必备者, 舍得之而不畏用, 则与不得同, 如实之不能养生, 其害甚于不实, 则宁无实也, 出九亦一阳在下, 上皆二因, 其德不相当, 其智不相得, 由人足大而聚小, 则不畏用可知, 不畏用而强知, 必有所损, 灭止者, 损其之, 以与聚合也, 消足事聚之义, 应聚与足孝, 而幼差, 则律其合, 必灭其止, 灭止以何聚, 何则何矣, 而不能行, 以止之伤也, 伤其止, 以求何于聚, 而不能行, 是何须于聚哉, 人之虚聚, 为其行也, 得聚而反不能行, 其非真何可知, 故姚子已欲出九之何谓为也, 未出于己, 而已受其害, 无疑于人, 则害有效, 故战约无久, 言其害止疑不能行而, 出九在下, 本物用之时, 虽目行不畏就, 以失的使之然也, 其未此欲者, 二因一阳, 兵主不相得, 刚柔不相当, 求何而非其仇, 求佩儿非其欲, 勉强向旧, 终非索尼, 正如消族事据, 将赫以为行灾, 向曰, 聚孝烈志, 步行也, 宣圣讲义, 此生是谣辞之意也, 言出九处步行之力, 又遭步行之令也, 步行为时之所宜, 故战无久, 或是之曰, 校位置部, 具位家置部于足, 乃因向此有法法之文, 遂赴于行罪之力, 使与世科之意不合, 以古人名法赖法, 不必行人, 而具孝简直, 亦非仅为行人之相, 行人而至加谢, 而至灭止, 此以禁库, 出九净居出洞, 为由大赫, 明用重点, 此不当也, 且是向之言不行, 以明无就之债, 则非只行人可知, 行人则必有救, 受行自不能行, 此独愿问即可明者, 唯灭止为害, 而不约害者, 则已救游求和, 其至可许, 顾得无就, 四讲上九时, 更可护正其义, 更可护正其义, 六二, 是夫灭彼, 五九, 宣圈宣圣奖义, 此事科六二谣词, 言本谣之用, 及其及凶也, 出谣言句笑灭止, 与上九之和笑灭耳, 及本谣之事夫灭彼, 三叶字, 皆由不当而得, 灭者, 眉也, 顺也, 有所伤害, 而不得全其体也, 若已誓言, 则失败也, 屈辱也, 不得全其领名, 保其工业之位也, 入水约眉, 以身为水所淹也, 入火约灭, 以情为火所焚也, 应受物之害, 不克自全, 故约灭, 非未斩之或去之也, 是科以食为用, 以何为义, 时与何, 当则即, 有意不当, 则必受其害, 出九之灭止, 上九之灭耳, 何不当也, 六二之灭彼, 时不当也, 是科全挂六窑, 出与上奸阳, 主何之道, 如仁之上下唇, 故众在何, 六二至六五, 居挂之中, 主食之道, 如仁之何, 故众在食, 此谣词分别取育也, 然何者求之于外, 时者纳之于中, 何之又, 何之又, 在余相得, 时之又, 在余相安, 其应故意, 其至少意, 皆已当未贵, 虚未悟, 当则未盗, 虚则未盈, 盗可远可久, 宜可进可退, 有非道者, 则如貌合神离, 不得久也, 有非遗者, 则如隐正之可, 不得出业, 顾及凶之盼在死, 六二是夫灭鼻, 时不当也, 何以不当, 非所需业, 不虚而食之, 其受害可知, 夫者疲也, 鼻则尽口, 应是疲而伤其鼻, 非疲之刺鼻肉, 乃疲臭之害鼻官也, 夫妃可视之物, 鼻味便臭之官, 应贪于异肺而害于鼻之官, 游戏时服务者, 不顾鼻之恶也, 突快于口舌, 而望其鼻之所思, 则鼻受其损意, 乃有灭鼻之称, 亦及殷勤害性, 得不偿失之味, 与竹臭世家, 同味品也, 而非正道, 故有灭鼻之律, 然是夫者, 所欲有限, 害于鼻之官, 而非大神, 故战约无救, 为救父族延也, 或以是夫为食皮内肉, 而灭鼻则因贪食而伤其鼻, 其意亦通, 为夫与与夫自古通用, 古作府获府, 亦之则臣府, 以肉府而仅存疲也, 故约灭鼻, 游人食府, 也鼻而宴之意, 幼夫者浅也, 灭者生也, 浅食而生逝之, 则有灭鼻之鱼, 未必为食所病, 不复便其香臭也, 食浅者, 不必生水之, 精致灭鼻, 则食尽于贪乙, 总而论之, 皆由食之不当, 贪业, 贫业, 其害正同, 不毒不养生, 且将未生害, 是圣人所同戒也, 戒贪则无因情害性, 戒品则无因病损生, 而以所害者, 而以所害者, 至于一人, 所顺者, 至于自己, 故无大救, 然记曰无救, 则有救可知, 饮食之为, 口腹之祸, 虽无大救, 其非何于道可见, 故此以之为欲, 名食之不可不敬也, 相约, 士夫灭鼻, 成刚也, 宣圣奖励, 此生名谣辞之一也, 盖六二谣居内卦之中, 以柔形容, 下间出酒, 上林六三, 而与九四对, 二四同宫, 而刚柔异性, 其下出酒之阳, 奋起上身, 柔不能治, 虽不畏抗, 而无条和之力, 虽得居忠, 而有偏倒之嫌, 则以柔成刚, 而不克自全其柔也, 故有是夫便秘之相, 言人之情律逆四, 悟好亦干, 而性不克制之, 道不得止之, 乃顺其所欲而偏, 亦于所好未品, 偏则未贪, 匹则未辟, 贪比之免, 是尘悲污之行, 辟怪之情, 足智龌龊之病, 此事夫未不当, 而灭笔谓自已依其也, 夫意之用, 贵在得平, 刚柔物相乖, 阴阳如太过, 则中和之道, 情性之正者也, 六二偏容, 而家于刚, 上下二阳家两阴于中, 九四之刚不让, 出九之阳破破, 虽得中位, 不克自争, 而不觉尽于贪灵于品儿, 所幸已得正位, 其本有存, 一时之偏, 不足类其故有之德, 亦人之品, 不足损其外物之情, 故人免旧, 圣人寄人之权性, 而不废人情, 家人之智性, 而不具物好, 乃名者未交, 使之所胜, 则贪者可归于连, 疲者可负于正, 此言外之一也, 就遥未言, 归连负正, 愿无不可, 以寄居中位, 成敬得, 而出四二阳, 上足滋为鉴, 六五一阴, 亦可隐畏住, 则暂时之弊, 未必无他日之光明, 一己之欲, 未必无救证之师有也, 顾遥辞称无救者, 使已按起其悔过之机, 而其更得成全之道尔, 此遥辞意, 后人多不解, 自特正之, 要之一辞大都取欲小而欲理大, 隐向浅而寒一生, 读者已推而广之, 则作又奉原, 要易如穷尽以, 六三, 誓骂肉, 欲读, 想力, 五九, 宣圣讲义, 此事科六三谣词, 言三谣之吉凶也, 事科卦自二谣至五谣, 皆称是, 已在口中之下, 如人食物之时, 而已谣有刚柔, 未有内外, 所食有益, 所得益书, 六三已由内卦而接近外卦, 与九四谣痛属中谣, 故所事益于六二, 六二称夫, 已益时也, 六三则见于内外, 而已容领刚位, 外容内刚, 体阳用益, 乃有时辣之律, 辣干肉而油润者, 如今前肉之类, 洗者, 素叶也, 与系通, 前系所藏之肉, 故曰辣, 藏而未复, 故非夫可比, 甘而游润, 故非子可比, 以其藏不久, 与四五两窑之相有益, 四五窑间约前, 死旦约骂, 可见其卫泉前也, 内卦为正卫风, 外卫靈, 为火卫日, 静离则前, 属正, 故不约前, 由精俗风干之肉, 为精通抱着也, 以摇味虽刚, 而摇味柔, 得虽净或, 而居在下, 其相有如辣也, 适之者, 本非不及, 而欲读者, 风干之肉亦未读也, 染度不胜, 适者无贪, 亦可免旧, 故冤小令, 无旧予小令, 为谣之用, 亦未人事之责, 以六三不当位, 其用有令, 仁如则之, 则亦未令, 令与贪为主兵, 由主言为令, 由兵言为贪, 事之多则未贪, 与之少则未令, 六三之令, 由于不许贪多, 而不得不出于令, 事令由自出, 故冤小令, 小令不害大德, 旷出于事者, 则无就可知, 若反其道而并贪求, 则物有就, 事无令者, 以人知名者而能免而, 六三为人谣之时, 人道所见, 以人圣天, 而能明其德, 则虽不胜于始, 而能自颤于中, 私欲毒不畏害也, 夫欲毒, 故有意外, 而是肉, 则在情中, 情之不可逞也有如是, 可见圣人垂借之指生已, 项曰, 预毒, 为不当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辞预读之由来也, 六三阳欲应谣, 故曰预毒, 然他卦为曰预读, 而此遥以读称者, 应是科主时, 实不当则为毒, 不必争读物也, 实以养生为本, 非养生者, 由福毒业, 为其有害于生儿, 六三十辣, 本未养生, 而辣非鲜肉, 且以素系, 其有害于人可知, 咬此阴阳与阴为, 故以毒未欲, 推之凡事之不利于行, 物之不合于用, 而强求之, 皆有欲毒之患, 以其不当也, 九四, 世前子, 得经师, 力奸真吉, 宣圣讲义, 此事科九四谣词, 言四谣之诱, 及其吉凶也, 九四谣外挂之时, 为人谣之一, 与六二同居中央, 而恰与味迹相类, 阴阳失当, 刚柔不忠, 其用艰苦, 其得足智, 不似济济之顺而易成, 亨尔门大业, 然以阳居阴味, 柔欲刚瑶, 在口之中, 的实之相, 亦如六三六五, 故皆以示肉未欲, 第九四谣语阳居众音之中, 以刚畏勇, 上语上九亿, 下语出九邪, 三阳俱章, 以果邪群音, 池中有物, 土如有节, 乃有是甘子的精识之词, 甘子亦肉类, 而非真肉, 义病阳刚, 有坚韧之相, 自圆柔物, 甘则变坚, 及经甘肺甘之类, 自同肺, 称肺, 该其他内脏, 如心赋真皮皆是, 以异于肉, 顾不约肉, 以其较肉兼也, 九四居中而未高遥, 死有是欲, 是之而得精识, 以中藏刚也, 正如头腹的珠, 破尊的食之力, 以藏在藏腹肠胃之内者, 处之所吞, 游味化也, 时而得之, 出乎意外, 而以中刚, 乃在里中, 不足怪语, 是非贱, 乃是也, 今时已在肠胃中, 与时混, 行若甘使绝耳, 盖时腹中杂类, 而不见今时, 未幸而的财, 本非所求, 而尽得之, 思未信过, 信者不正的义无福, 然以得之, 其力可见, 贪力则凶, 诚信则疾, 坚贞者自成于贪, 而知信得之不正, 乃百求诸己, 而力其苦心, 兼其真结, 如是则终极, 故约力兼真极, 四字四句, 何之为一句, 言得今时未立, 应非愤而自戒为奸, 应自立以为首为真, 因此不予乃成其力未及, 何之则以坚贞为及为力, 其意固通, 乘以时而得财, 应勿于贪, 而其其信得之念, 苟不自检, 势力反畏害, 得反畏师, 圣人不矫情以为为, 则偶得无害于利, 不纵情以四贪, 则非愤不遭其凶, 此谣词四字, 食含生意, 夫食子儿得今时, 以意外之过, 而未必得一师之源, 君子所胜, 小人所喜, 苟不明得师之道, 则必干于利害之灾, 不辩邪政之徒, 则必备于吉凶之礼, 适得者为师, 吉者为凶, 此人情所当自己, 而因此谣之义, 名其自处之道也, 事文称为为光, 言德之父光明正大, 则必戒之以坚真, 以自保其刚, 无无于物, 故九四之德为吉, 教六三义者, 以其能刚也, 若不能刚, 则失谣意义, 相约, 历坚真吉, 为光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辞之意, 而见德师之有道也, 事刻以德师为大用, 应时与何所观, 为德为师, 劝弃乎道, 道有应得, 得之为利, 道不应得, 得之反害, 反言之, 于师亦然, 失之当者, 随师无究, 失之不当, 失故有损, 且害道焉, 如初九六二, 失而当, 乃无究, 而上九则不当, 故凶, 六三九四, 得之未当, 虽得非吉, 六五则当, 故无究, 而九四之不当, 又亦六三, 以九四扬眼, 得用可大, 心智可振, 反尽于武, 其味以龙, 其是以圣, 故有利吉之战, 与六三之预读, 厉害玄书, 唯已九四当代昭明德之地, 有以身作则之意, 应自省于得失, 便于贪怜, 方位何道, 经以食肉之戏, 而得今始之贵, 虽无贪得之心, 终有爱宝之贤, 其来匪正, 其受有殿, 是以于其的也, 有味光之词, 为光者, 言未能光明正大也, 因时而得今, 有类于妾取苟得之所为, 行为光明, 名非正大, 然即非有一贪穷, 而所欲又出乎自然, 更不别生贪念, 而所得止于今始, 则不伤大德, 无类全体, 知要戒之于后, 永迟其操, 行之有素, 刻保其欲, 则虽未光, 游战即利, 关于利坚真即之词, 可见义教众以坚真未训也, 坚者知其难, 而不感自异, 争者知其正, 而不感自私, 因性或而无贪心, 有所利而非自私, 则兼真足利其得, 以盖其千语, 此事文谨约未光, 而无他眨此也, 若静至六五, 则得未当, 行足以招事于人, 用足以施背于下, 则无畏光之机语, 六五, 事前肉, 得黄金, 真力无久, 宣圣讲义, 此事刻六五谣词, 言五谣之用即其极凶也, 六五居上卦之中, 为全卦之主, 畏畏名卦中谣, 与下六二相对, 兼音也, 不过六五谣阳位, 与六三同工, 以柔行刚, 以音居阳, 本非当, 而以五谣正位, 在二阳谣之间, 乃位当也, 全卦大佑, 细于此谣, 意志于此谣, 事刻以时未用, 六五之时, 更过于下三谣, 自六二时以时称, 由事夫及子, 进而事前肉, 其时见佳, 其位见后, 而其所得意见多, 六五以示前肉, 而得黄金, 以应于九四, 凡以正位逢时, 为当代用之计, 柔与刚邪, 左右有福, 为当全成事之时, 其时离干, 其得迷腹, 其得迷腹, 有油买语, 五谣未阳, 上下皆刚阳, 应以晚阳, 柔以律刚, 故有肝肉之公事, 黄金之呆取, 有如在上位者, 群下共共, 全国共那, 父且未也, 福禄之忧, 名位之荣, 盖及全体之精华, 以被逸人之服用, 其数固如是, 非人可强制者也, 燃天之所眷者得, 明之所望者恩, 得业者, 福禄之源, 恩责者, 名位之本, 报师有数, 因果不虚, 既非性智, 自难吐取, 故六五虽得甘美之时, 贵重之财, 而必有以负其得, 推其恩, 大其道, 弘其用, 则反功自审, 能无愧乎乎, 素系自省, 能无舔乎, 上对天地之深臣, 下对灵人之功养, 果皆安于心乎, 窃于意乎, 则当阴灵之光明, 而反于甘之前辟, 由正之愤免, 而归于坤之静顺, 此真力二自所昭示之德, 实为六五遥用者之待经大法也, 真者, 由外而内, 自保其节, 富贵不明之道也, 立者, 由内而外, 自宏其德, 素叶不懈之道也, 立与立同意, 即甘气体若立之立字, 为鉴于所处之安美, 则不敢少存待遇之心, 鉴于所欲之碎蒙, 则不敢少有交涉之志, 故真解力, 以求免于就力, 而后能长保其路未也, 瑶瓷干肉以欲后路, 黄金以欲多才, 后路足以养生, 多才足以致用, 二者既备, 天下不难置凭, 所欲者, 有路未, 不能永享, 有才用, 不能利得, 则未能真利, 福且未过, 利且未害, 事虽一时之尊荣安妇, 将未无穷之忧患毒害也, 故在六三未毒, 六五不约毒者, 以克真利也, 苟不真利, 顾义如六三未毒, 然六三之毒, 以味不正, 得不当, 六五则居正位, 而所得到, 天所欲也, 民所愿也, 虽甘美, 不畏滔贴, 虽富有, 不畏贪婪, 以分所疑也, 劝化之用, 归于此一遥, 故有事相, 不得以下三遥未必也, 相约, 真利无久, 得当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谣辞之意, 而见十未知可贵也, 六五的未成时, 多得美食, 无害于道, 为在能真利, 则自免就, 以真利足大其用, 广其得, 使天下同富其财, 美其食, 天下皆安, 而己亦能长宝就下, 以尽六五之用, 是不独无就一也, 六三的时不封而欲独, 九四的时叫美而为光, 为六五称得当, 十未知一大余哉, 又九四金时, 其直下, 而所得字内, 六五黄金, 其数无限, 而所得字外, 虽与干肉并称, 实则肉与精, 不必同一实质, 与九四所得者不同, 读者物逆其词可也, 尚九, 何笑烈耳, 凶, 宣圣讲义, 此事刻尚九咬此也, 事刻全挂大用, 既至于六五, 则上摇以穷, 有如甘之抗龙, 贵而无味, 高而无名, 虽翘居高尚, 而不得与其下阶, 则为无用之地, 而成无功之实, 此凡各挂皆然, 而事刻则有甚, 故在甘之上酒, 不过有悔而已, 而事刻上酒, 则反即为凶, 凶对以下各谣言, 各谣皆有所用, 虽贵贱不同, 皆有所得, 虽夺寡不类, 其用其德, 未尝一也, 而在六五, 则用月招, 得月后, 则以未与时之当, 而天眷之震龙, 明归之贤遍也, 虽有平蓝之贤, 而不义其真力之极, 虽有奢侈之害, 而不失其肉与黄金之力, 此占义者所当之也, 至上酒则不燃, 上酒为名上摇, 及前上酒, 下雨酒四亿, 而中含六五亿因, 更雨出酒合, 而中梗二因一阳, 再向有如口之外存, 以无物可食, 再用以居吉地, 遂无朋与何, 事可以食何味用, 至此其用乃穷, 穷则变, 变则通, 穷而不变则凶, 事可上酒, 以快智之余, 习丰厚之夜, 而未肯聚将其智, 辱其身, 乃人律以竹竹, 事已丹丹, 求有所足于心, 达于用, 则其所得, 恰与前遥相反, 此事所必至, 理所必然者也, 故谣辞断其为凶, 为其不克自悟也, 事科全挂六摇, 初上主合, 以如口之上下传也, 中四摇主时, 以向物之在余中也, 此意已详出酒, 为上酒以食味不同, 乃亦出酒之用, 虽至在求和, 而下我所辅, 中我所交, 虽欲抢和, 涂移后患, 谣辞以和笑叶而未愈, 盖明其和之不得, 且未害已, 和同和, 附和也, 附带于守或坚, 坚约和, 和者必有所成, 或轻或重, 或聚或细, 以其所移而后为力, 经上酒所喝, 乃不宜业, 不宜者而强和之, 则必有所损, 与出酒之消足事聚相类, 故有灭耳之战, 何不合于守, 则下臂其耳, 何不合于肩, 则旁障其耳, 皆同有灭耳之相, 即使耳不能未听也, 耳为主听之观, 经灭其耳, 何以为听, 欲得其物, 而害其身, 用其手或坚, 而损其耳, 是所得物常所失, 所害千于五官, 所必急于聪明, 是犹命其性以快其欲, 乱其心以示其智, 则婚类之父, 龙愧之仁之所为耳, 人而施其灵明, 绝其之士, 绝其之士, 身师而天辅全, 身师而天辅全, 则虽能识, 亦兮足称, 虽又何, 亦兮足贵, 故上酒之用, 不如其不用, 而所恶不如其无何也, 其胸故义以, 向曰, 何笑烈耳, 聪不明也, 宣圣讲义, 此生名姚子之意也, 聪者, 耳听无声也, 人之耳目, 为聪明所记, 无耳即无聪, 故曰聪不明, 盖上酒独居高位, 下无辅佐, 内无住香, 义人知耳目 不能未听 择天下知事物 不足以辨其是非 是虽有耳 等于不聪 正如何物而自闭其听观也 又如眼耳道灵 自己不闻其声 虽有耳 与龙无异 其用之不足称可知 且居高者 本可多文件 广视听 而反不聪 择物为之必障也 物之必障 其于心之贪得 是不可择物 而就在己之不明 故不聪者 乃故为因果 先有不聪之心 而后成不聪之耳 甚该 物欲之义物人聪明也 敷上酒本离火之用 为光明之源 乃乃乃义时过境迁 乃义时过境迁 树穷是变 反畏不聪 则是便离为凯之相 由兵而依 有兵而贵 其害不止于一己 乃欲出酒意而战畏凶 凶言将来之祸 吉于天下 不独一时之害 泪于己身一夜 盖世科本人情而成德 因人欲而见道 狗背呼道 责人欲不可遏制 寻乎情 责得用不得成全 此圣人之所忧 而特者于义以为序 读者厌其吉凶之术 当何以得其从为之道理 宗主书述 是刻画以时何二意味大用 而断词称为利用欲 故后人士谣词 律迁及法人行俱 为遥相所致 多观用欲之事 其实不然 诚以用欲依语 乃圣人应向致用之意 正如立社大川之利 遥辞不必皆观度计也 盖古人民行赤法 将以警重 非好位法也 将以指尖 非欲之必犯也 故书曰 行其无形 是刻以卦象有口实之行 又有求人之相 物之在口 人之在求 皆一路难出 多伤少全 人之耻牙 由行之腐钻 人之喉舌 由宋之欲求 使者已物养生 行者已法保重 其亦有相累也 何之以否 由宋之之正邪 其道有相同也 应始以何 而连吉于用欲 乃推广卦用之词 非为是科专位行欲用也 事者不揣其本 而必赴会于欲行 是被圣人立辞之缘止 如遥辞灭止 而必比于悦族 灭耳 而必比于恶行 是皆一策强迁 不足以达遥辞之意 故夫子不讲 非于之夜 是科以实为人生大事 因实而有诵 以何为人道大则 因何而有奸 奸送狗心 辟行私上 则用欲意事有必至 理由固然 非圣人物为之此也 然实与何乃本意 用欲则有时何推充之用 其不能并未欲谈 等量其官 亦以名胜 则咬此所致 必皆寻其本意 先其大用 旧时与何 名其得失 及其吉凶 此凡义词皆如此立者 而是科当意不能拒舍其本 而求其末 弃其大 而许其戏 则观于行法一层 未可推及之则可 未专未适事 则不可 何况姚慈明明以时何未言 出未常意及刑法者灾 是科言时 而姚慈一再称的经 此义人多未达 故以时或并重 二者皆明生之本 无时无以身 无前亦然 故货币之药 不下于时也 故者重农 根而得实 此就立田者言 若农民之外 如是工商骨 律皆不能自根得实 官有鹿以代根 商有鹿以义名 是货兼农 工获兼农 则有可自实 此外莫不仰赖于交易 则获必实为一时之所必须 虽黄金不足以果口付 而时之来 有带于黄金 有带于黄金 积木之为时 亦无不可 若在上部 浓耕未兴 余裂已实 而时无货币 物物交易 此日中未逝 自皇帝时即有之 思实人民生活极简 得实教义 故无呆于货币 然以物易物 忠贤不便 久而改其困苦 思索以利之 此货币之起源 使与人民生活之反同其时 人民既重 虚实亦多 而余裂不足以身 浓桑碎 既之以发达 填土既辟 居止乃幼 非富有物之可比 交易易月绝为难 此货币物交换 乃是所必至 于是货币与时同众 十字中古已然 遥顺三代 文化日龙 必至鉴定 文王作义 知识或为名声必须 而是科遥子 肉经并举 由此可见当时 民情之所上 因食肉而得精 亦由因耕田而过欲 经欲虽法 在平民是之 亦不过多的食耳 而在贵人是之 则足以公其作业之勇 宏其立明之心 则得精之力 何赤十倍余肉 肉图果一人之父 快一时之欲 金则可以发挥是功 父后天下 此其力 有与大有之之同 故瑶慈于六五之战 称为得当 则以其位言之也 有其位者 必有其得 有其得者 必能用其才 此大学论才用时 始于圣德 而终于有用 且必称之君子 恋疾友人 以见至平之功 非被此数者不达 是科六五之得道 正如此意 并非以其成一人之父也 六五之得精 即是科全挂带用之告成 圣人以名为先 明皆得十 而后畏之不平 而后畏之不平 初畏畅以己畏免 是六五之得精 天下之力也 得之而能用 故畏力 力及天下 故畏天下之力 天下皆力 即又何尝不利灾 此六五之战 使我与天下皆得十之相 亦即我与天下痛腹之相 天下既痛腹已 上有不合者乌 则始与何 二由一也 读者须推其义而深求之 则圣人立词之心可辽然已 还是三脚 明天下之天吴 喜乐 我与寻人立词赌 明天下之天 兴奉 05